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当代方法 论 一般论文 儒家哲学 道家哲学 大乘佛学 禅宗哲学 当代方法 论 一般论文 台大哲学系 中国哲学会 保住锐气 度保锐资料 教学课程 学术论文 专书者 做 学术资源 道家哲学 首页 向上 儒家哲学 道家哲学 大乘佛学 禅宗 哲学 当代方法论 一般论文 律则中心的老子诠释 进入 庄子修养 留效感 庄子哲学 及其 演变书评 从人生哲学的 进入式论 庄子思想中的 道论 气论 语工 夫理论 庄子其物论的命题解析 与理论架构 庄子外篇中的 如道义理辩证 列子的功夫哲学 如道互补价值观念的方法 论探究 和尚公祝老的哲学体系之方法 论问题探究 严均评 老子只归哲学体系的方法论检讨 王毕义学的知识意义 王 毕老学的方法论探究 培伪从有论对贵无说批判的 毅理辩证 王毕哲学的方法论探究 为竞选学中的基本哲学问题探究 郭向哲学创作的理论意义 如道两家伦理议题的知识定位 律则中心的老子权式进入 庄子修养 留校感庄子哲学及其 演变书评 从人生哲学的进入式论 庄子思想中的道论气论与功 夫理论 庄子奇物论的命题解析 与理论架构 庄子外偏中的 如道义理辩证 列子的功夫哲学 如道互补价值观念的方法 论探究 和尚公祝老的哲学体系之方法 论问题探究 严均评 老子只归哲学体系的方法论检讨 王毕义学的知识意义 王 毕老学的方法论探究 培伪重有论对贵无说批判的义理辩证 王毕哲学的方法论探究 为竞选学中的基本哲学问题探究 郭向哲学创作的理论意义 如道两家伦理议题的知识定位 台大哲学系 中国哲学会 保住锐气 杜宝瑞资料 教学课程 学术论文 专输者 做 学术资源 大乘佛学 首页 向上 儒家哲学 道家哲学 大乘佛学 禅宗 哲学 当代方法论 一般论文 佛说四十二章经的知识意义 大乘大义章探究 照论中的班 若思维 金刚经的无相境界 磨合只观的实践方法探究 大乘起信论的功夫理论与境界哲学 起信论完整版 伦家经 的知识意义探究 天台宗学派纲要 华颜宗法界 远起说之成 立条件 华颜宗行上学 命题的知识意义 佛说四十二章经的知识意义 大乘大义章探究 照论中的班 若思维 金刚经的无相境界 磨合只观的实践方法探究 大乘起信论的功夫理论与境界哲学 起信论完整版 伦家经 的知识意义探究 天台宗学派纲要 华颜宗法界 远起说之成 立条件 华颜宗行上学 命题的知识意义 台大哲学系 中国哲学会 保住锐气 杜宝瑞资料 教学课程 学术论文 专书者 做 学术资源 禅宗哲学 首页 向上 儒家哲学 道家哲学 大乘佛学 禅宗 哲学 当代方法论 一般论文 禅宗功夫哲学的方法论检讨 禅宗境界哲学的知识意义 度 既文位道如中国禅宗通使的方法论平息 宏修平中国禅学思想 使得方法论平息 谈经的功夫哲学 会能无念功夫的实践方 法 永绝缘 弦缘禅辟如道的基本哲学问题探究 偶义秩序勾 通如佛的方法论探究 禅宗功夫哲学的方法论检讨 禅宗境界哲学的知识意义 度 既文位道如中国禅宗通使的方法论平息 宏修平中国禅学思想 使得方法论平息 谈经的功夫哲学 会能无念功夫的实践方 法 永绝缘 弦缘禅辟如道的基本哲学问题探究 偶义秩序勾 通如佛的方法论探究 通如佛的方法论探究 台大哲学系 中国哲学会 保住锐气 度保瑞资料 教学课程 学术论文 专书者 做 学术资源 儒家哲学 首页 向上 儒家哲学 道家哲学 大乘佛学 禅宗 哲学 当代方法论 一般论文 孔子的境界哲学 孟子的功夫哲学 荀子的信论与天论 中庸哲学体系探究 朱伯坤 医学哲学史方法论检讨 一传中 的基本哲学问题 周易经传的哲学知识学探究 懂仲书宇宙 论进入的如学建构 懂仲书政治哲学与宇宙论 论进入的如学建构 周连西境界哲学进入的哲学体系探究 张衡取思想中的如道 佛存有论之差异 张载哲学体系的基本哲学问题诠释进入 少庸如学建构的一理探究 成号境界哲学进入的如学建构 成一形上学功夫论与意学进入的如学建构 朱熙哲学的研究进 路 朱熙功夫理论 朱熙谈本体功夫的项目与意涵 朱熙 本体功夫进入的未学方法与修养活动 朱熙行上思想 朱熙 行上思想的创造意义与当代争议的解消 the metaphysics of two 学之言一意 中朱熙与胡虹一理争辩之解析 胡虹心性哲学 胡虹如学相关论指 对胡虹风哲学的当代权 世之反省 论胡虹从成人心性到误说的如学建构 朱熙理一 分书说之讨论 从朱熙鬼神观谈三教辩证问题的如学理论建构 朱熙哲学思想书平经春风哲 朱熙哲学思想的发展与完成书 平流树仙哲 辩太极图说书 中朱熙与路向山一理争辩之解 熙 夜水星是工进路的如学建构批判 心统性情与心极理的 哲学问题分析 路向山工服论进路的如学建构 路向山的教 欲思想 朱禄而胡知会的伦理一函 成白沙境界功夫进路的 如学建构 王阳明功夫哲学进路的哲学体系探究 论王阳明的知行关系 王阳明的三教辩证与教学风格 成来有无知境 书平 罗清顺存有论进路的理气心性辨息 王夫之意学书平 代证重建如学概念的理论意义 孔子的境界哲学 孔子的境界哲学 孟子的功夫哲学 荀子的性论与天论 中庸哲学体系探究 朱伯昆 监–嚯学哲学史方法论检讨 一传中 的基本哲学问题 周易经传的哲学知识学探究 懂中书宇宙 论近路的如学建构 懂中书政治哲学于宇宙论 论近路的如学建构 周廉希境界哲学近路的哲学体系探究 张衡取思想中的儒道 佛存有论之差异 张载哲学体系的基本哲学问题诠释进入 少庸儒学建构的一理探究 陈浩境界哲学进入的儒学建构 陈宜行上学功夫论与意学进入的儒学建构 朱熹哲学的研究竞 陈 朱熹功夫理论 朱熹谈本体功夫的项目与意涵 朱熹 本体功夫进入的未学方法与修养活动 朱熹行上思想 朱熹 行上思想的创造意义与当代争议的解消 The Metaphysics Of Two Shed之言一意 中朱熹与胡红一理争辩之解析 胡红心性哲学 胡红儒学相关论指 对胡武风哲学的当代权 试之反省论 试之反省论胡红从成人心性到悟说的儒学建构 朱熹理一 分书说之讨论 从朱熹鬼神观谈三教辩证问题的儒学理论建构 朱熹哲学思想书 朱熹语经春风哲 朱子哲学思想的发展与完成书 平流树仙哲 辩太极图说书 中朱熹与路向山一里争辩之解 西,夜水星是宫进路的如学建构批判,心统性情与心极理的 哲学问题分析,陆向山功夫论进路的如学建构,陆向山的教 欲思想,诸禄而胡知会的伦理意涵,成白沙境界功夫进路的 如学建构,王阳明功夫哲学进路的哲学体系探究,论王阳明 的知行关系,王阳明的三教辩证与教学风格,成来有无知境 书评,罗清顺存有论进路的理气心性辩息,王夫之意学书评 代证重建如学概念的理论意义 台大哲学系,中国哲学会 保住锐气,度保锐资料,教学课程,学术论文,专书者 做,学术资源 当代方法论 首页,向上,儒家哲学,道家哲学,大乘佛学,禅宗 哲学,当代方法论,一般论文 功夫境界世界观世议,功夫理论与境界哲学,现代中国哲学 在台湾的创造与发展,中国哲学的基本哲学问题意识反省 当代老学道论研究的基本哲学问题解析,当代新儒家哲学在台 弯的影响与理论反省,对梁树明东西文化与哲学比较观点之反 审,对傅伟勋坛中国哲学工作方法及方法论观点之平息 逢 有兰对中国形上学论变的方法论解析,逢有兰心理学建构的理 论反省,逢有兰此在世界道德精神重建如学的理论建构 逢 有兰,真元六书,中的功夫理论与境界哲学,逢有兰,真元六 书,对中国人生哲学精神的比较观点,对木宗三坛宋明如学之 所以为心如学意见的方法论反省,对木宗三坛宋明如学之课题 与分析的方法论反省,对木宗三诠释周连希的方法论反省 对木宗三坛宗宅到体性体心体意的方法论反省,是论木宗三者 学的如佛会通,从木宗三者学谈如佛会通的方法论叹究,对 沐宗三宋明如学权势体系的方法论反省,对沐宗三批评朱熹语。 陈宜之大学权势的刚领性意见之反省,对沐宗三权势朱熹语。 大学为规模的方法论反省,对沐宗三权势朱子中和说的方法。 论反省,对沐宗三权势朱子仁说的方法论反省,对沐宗三朱。 西权势的方法论反省,当代宋明如学研究与中国形上学问题。 十,中国哲学的真理观问题,The Question of the View of Truth in Chinese Philosophy, 对劳斯光先生诵明如学。 权势体系的方法论反省,对劳斯光先生道佛权势的方法论反省。 对方东美论中国形上学的方法论反省。 Song, Observations on the Buddhist Study of Thom H. 方东美对中国大乘佛教义宗教义哲学的基本立场,方东美对。 大乘佛学中国化的诠释立场,对唐军义高举如学的方法论反省。 功夫境界世界观世义,功夫理论与境界哲学,现代中国哲学。 在台湾的创造与发展,中国哲学的基本哲学问题亦是反省。 当代老学道论研究的基本哲学问题解析,当代新儒家哲学在台。 湾的影响与理论反省,对梁树明东西文化与哲学比较观点之反。 沈,对傅伟勋坛中国哲学工作方法及方法论观点之平息。 沈,有兰对中国形上学论变的方法论解析,沈有兰心理学建构的理。 论反省,沈有兰此在世界道德精神重建如学的理论建构,沈。 有兰,真元六书,中的功夫理论与境界哲学,沈有兰,真元六。 书,对中国人生哲学精神的比较观点,对穆宗三谈宋明如学之。 所以为兰心如学意见的方法论反省,对穆宗三谈宋明如学之课题。 与分析的方法论反省,对穆宗三诠释周连希的方法论反省。 对穆宗三谈到体性体心体异的方法论反省,是论穆宗三哲。 学的如佛会通,从穆宗三哲学谈如佛会通的方法论探究,对。 穆宗三宋明如学诠释体系的方法论反省,对穆宗三批评诛希语。 沉宇之大学诠释的刚领性意见之反省,对穆宗三诠释诛希语。 大学,为规模的方法论反省,对穆宗三诠释诛子中和说的方法论反省,对穆宗三诠释诛子人说的方法论反省,对穆宗三诛。 西全市的方法论反省,当代宋明如学研究与中国形上学问题。 十,中国哲学的真理观问题,The question of the view of truth in Chinese philosophy,对劳斯光先生宋明如学。 诠释体系的方法论反省,对劳斯光先生道佛诠释的方法论反省,对方东美论中国形上学的方法论反省,SUN. Observations on the Buddhist Study of Thaum H. Feng。 方东美对中国大乘佛教义宗教义哲学的基本立场,方东美对。 大乘佛学中国化的诠释立场,对唐军义高举如学的方法论反省。 2.323-885AC-7ECA-86D-E-9113C-8F-D-D-4E-42F-738B-2 32C-E-E-D-0A-7F-8A-477-B-749D-D-C-439E-6F-5E-7662 324-C-8A-688-630-V-3D-468-E-15117-5197-C-E-1795-C-E-32D-0B-05B-17595-A-43F-5369-B-11A-00A-86F-E-1. 323-32-320-C-E-F-F-8B-47-E-1487-F-8D-179-4799-C-F-2-D-6-5114-232-4-4-4-9-9-9-12-OK-9-T-E-X-T-H-T-M-L-29-F-R-I-D-26-N-O-V-E-20-0-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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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0-9-0-G-M-T-27-20-35-C-E-1387-495-E-E-14B-8-B-06-4000-3-H-4-4-9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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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大 哲学系 中国哲学会 保住锐气 杜宝瑞资料 教学课程 学术论文 专书者 做学术资源 一般论文 首页向上 儒家哲学 道家哲学 大乘佛学 禅宗 哲学 当代方法论 一般论文 儒家功夫理论的进入与形态 概念思辨的存有论 中国哲学 的宇宙论思维 实践哲学的解释架构 中国哲学的基本哲学 问题与概念范畴 中国哲学的知识论问题 亦是知定位 国科 会大陆禅学 国科会功夫境界 书评永恒与现实之间 东 方哲学是追求理想完美人格的哲学教育 中华文化氛围中的哲 学人的专业伦理问题 从孔子思想谈终身学习的理念 中国 传统价值观中的理想人格理论 一般哲学文章 本栏收录作者为编入其他主题专栏中的一般哲学论文 儒家功夫理论的进入与形态 概念思辨的存有论 中国哲学 的宇宙论思维 实践哲学的解释架构 中国哲学的基本哲学 问题与概念范畴 中国哲学的知识论问题意识之定位 国科 会大陆禅学 国科会功夫境界 书评永恒与现实之间 东 方哲学是追求理想完美人格的哲学教育 中华文化氛围中的哲 学人的专业伦理问题 从孔子思想谈终身学习的理念 中国 传统价值观中的理想人格理论 杜宝瑞1986年 2-3270-3888BB522C5414E8F27 OFF7B4B3205 932-752OK9 Text斜线HTML 29Friday 26Nov.2015.50分22秒 GMT282032C2年1月6C5B-495E4C516-380003 日子时期 93275 台大哲学系 中国哲学会 宝珠锐器 杜宝瑞资料 教学课程 学术论文 专书者 作 学术资源 孔子的境界哲学 首页 向上 孔子的境界哲学 孟子的功夫哲学 荀子 德性论与天论 中庸哲学体系探究 朱伯坤艺学哲学史方法 论检讨 一传中的基本哲学问题 周易经传的哲学知识学探 究 董仲书宇宙论进入的儒学建构 董仲书政治哲学与宇宙 论进入的儒学建构 周连西境界哲学进入的哲学体系探究 张衡取思想中的儒道佛存有论之差异 张载哲学体系的基本哲 学问题诠释进入 少庸儒学建构的一理探究 称号境界哲学 进入的儒学建构 乘以形上学功夫论 与意学进入的儒学建构 朱熹哲学的研究进入 朱熹功夫理论 朱熹谈本体功夫的像 目语意涵 朱熹本体功夫进入的 为学方法与修养活动 朱熹 形上思想 朱熹形上思想的创造意义与当代争议的解消 The metaphysics of church 之言一意 中朱熹与胡虹 一理争辩之解析 胡虹心性哲学 胡虹如学相关论指 对 胡武风哲学的当代诠释之繁性 论胡虹从成人心性到物说的如 学建构 朱熹理议分书说之讨论 从朱熹鬼神观谈三教辩证 问题的如学理论建构 朱熹哲学思想书评 《经春风》者 朱子哲 学思想的发展与完成书评留树仙者 《变态集图说书》 《中朱熹》 与路向山一理争辩之解析 夜水星世功进入的如学建构批判 心统性情与心极理的哲学问题分析 路向山功福论进入的如学 建构 路向山的教育思想 朱禄儿胡知会的伦理意涵 成 白沙境界功夫进入的如学建构 王阳明功夫哲学进入的哲学体 细探究 论王阳明的知行关系 王阳明的三教辩证与教学风 歌 成来有无知静书评 罗清顺存有论进入的理气 心性辨息 王夫之意学书评 代证重建如学概念的理论意义 档案下载 孔子的境界哲学 以 摘要 本文将主要探讨境界哲学作为中国哲学的基本哲学问题的工作方 是 文中将借由孔子哲学的探讨而建立一个由境界哲学所架构的 哲学诠释模型 企图将境界哲学的工作方式在孔子哲学的诠释中 建立一次工作的经验 从而使得境界哲学的诠释进入得已逐不开 展在中国哲学各家哲学体系的诠释使用之中 文中将讨论孔子哲 学的人与理这两组核心观念在孔子思想中的义理定位 其次将叹 讨孔子的君子人格的境界哲学观 最后将由孔子的境界哲学的权 是进入推演出孔子哲思在本体论与宇宙论中应有的义理形态 从 而探讨儒家哲学的形上学的根本形态定位 并由此建出如是道哲 学形态痛意之别的初步架构 前言 对于孔子思想的研究 从当代中国哲学研究的角度上来看 他 有一个两面性格 首先 他一方面呈现出儒家哲学根本意理的创 立者形象 故而极为重要 另方面又因孔子思想性作品中 者理论 正的性格不足 故而难以体系化的论述 本文即将尝试从当代中 国哲学方法论中找出一条研究进路 使得孔子哲学中意含丰富的 原创性如学观点 亦得以在一个有体系有架构的哲学论证中备言 说与简证 基于此 本论文即将采取一个 境界哲学的诠释境 路来讨论它 一 境界哲学的诠释境路之方法论一函 我们所谓的境界哲学 是一个基本哲学问题 指涉的是 中国哲学方法论中与功夫哲学 并和出现的一个哲学研究的境 路并不是只为作为形上学观点的一种形态 境界哲学作为 一个基本哲学问题研究法 二的研究关怀下的基本哲学问题 它所展现的意理向度是一个完整的中国哲学体系中的理想人格之 全幅图像即是一个完美人格形象的展现 三 以儒学意理肩价而 言即是一个对于儒家君子 显着圣人的生命实质的问题探讨 相并和于这样的探讨的功夫哲学 即是着眼于如何达到此 意理想完美人格的修养历程之问题探讨 然而对中国哲学的研究 当我们从实践的境路而言时 我们的关注固然是功夫理论语境 借哲学的意理向度 但当我们从思辨性的体系建构角度言时 我们要关切的就是本体论与宇宙论的基本哲学问题了 本文的进行将在一个比较宽松的格局下 仍使用形上学与世界观的名义 面对从实践境路上来讲的功夫理论与境界哲学 它所观 切的都是主体的活动 而形上学则是这一个生命实感在客观 理许上的一个依据 一个提出普遍原理的永恒保证 着眼于建立 普遍原理的理论探讨 而其世界观则是那个生命实感全浮展 现实之生存范域 着眼于存在界的客观基础的知识建立的问题探讨 以上所谓的境界哲学 功夫哲学 形上学与世界观的名义使用 四 基本上即是我们所谓的基本哲学问题的研究进入对应于中国哲 学权式体系的方法论根据这其中各个基本哲学问题之间的互动 关系本身就是一个哲学问题 本身就是一个当代中国哲学的方法 论的问题 对于这个问题 本文中已经基本预设了一个方法论的观点 我们认为从理论体系的完整化而言 这四组基本哲学问题 都是中国如世道哲学成熟化后的必要性基设建构 缺宜不可 完整的体系必须是四个面向彼此的观照统设 牵引互动的搭载节 经这是本文进行前的基本观点 也就因为如此 我们认为孔子 的如学形态的原创性理论活动只是开展了其后继者在系统性在建 够的起步 这个起步主要由境界哲学入手 其实已预设了必然发 展的功夫论 形上学与世界观的问题 目宗三先生以中国哲学中的 道家哲学是一种境界形态的形上学 五 此即意味着境界形态是形上学的两种形态中的一种 另外还有 的事实有形态的形上学 即整个西方哲学及中国儒家哲学者是 我们以为这是一个基本哲学问题意识的思路安置的问题 在我们 的中国哲学方法论的研究观点中 作为形上学形态的考量而言 我们根本认为整个中国哲学都是境界形态的形上学 中国如是道三家哲学的根源性智慧都是创立者的个别特殊人格之 理想化的结果都是他们的主观境界的理性化 科学体系化的产物 这是因为中国哲学基本上就是指指人生的人生哲学形态 体系中涉及科学实体描写的哲学语言都已经在观念的发生上先 在地利基于主观的体振 也就在这个意义上 如是道哲学全体都 是境界哲学的形上学形态 在穆先生的语言使用中 称之为实践 的存有论或实践的形而上学 但是在我们的方法论观念中的语言 使用而言 境界哲学的主要意涵并不是与客观时有的形上体系对 比而生的 它是中国哲学体系的整体共通形象 六 因此我们在把 握这个要点的同时 便提出境界哲学这个基本哲学问题 一方面 指出中国哲学的特质是一个真实人格的境界展现后的理性建构 一方面在哲学语言的理性观念之铺陈中要论究境界语言的方法论 特质 而孔子的思想性作品中的哲理表达正是具备这种境界语言的方法论特质 我们将孔子的思想放在一个境界哲学的言说进入中来诠释 这就 表示 作为一个哲学作品的对象 我们认为孔子哲学的根本性格 是一个境界哲学的表达 他的哲学作品中的观念活动是一个特定 人格形态的境界展现 也就是说 孔子思想作品中的观念活动 并不是在进行形上观念的理论建构或世界观知识的引界 而是还原 到一个中国哲学理性活动的源出关怀 即是一个理想的生命人格 的追求 以及一个如者的生命理想的本质性规定 即在现实活动中 的一切生活实相之展现 孔子直接以其生命的自正而展现此点 于是一个理想的如者形象便随着他的思想性作品而开展出来 这 也就是如学的理想人格图像的明确建构 也就是说 如家哲学体系性思维的创构 在孔子这位创立者手中 实是以一幅如者境界的展示为表达的方式 于是我们也就让这个 展现的在哲学研究的方法进程中更加暴露 直接以境界哲学的观 怀来面对他的一理流言 以作为相应的研究进入 那么接下来的 一个问题是 孔子思想中所确定建立的那个社会理想 及所彰显 的那个理想的人生境界 当他作为一个哲学体系的思辨性研究对 像的时候 他所预含的一个世界观及形上学的命题原则何在 这一个理论活动的理性探讨 在中国哲学史上其实已真实的进行 于中国如学史的发展中了 一步如学哲学史就是在理论建构的方 向上对孔子思想的不断的诠释的理性活动的历程 至今显现出了 中庸一传的建构 两汉的金谷文之真 韩玉章载的如佛之真 两 宋的诸禄之真 明代的心 气 李之真 当代穆宗三先生与劳斯 光先生的行上学 诠释架构之别等等 我们当然并不需要进行哲学 使得解读以便认识孔子 因为对于孔子哲学的任何认识与理解的 活动都已基于其所使用的认识方法 以及其研究方法 及其哲学 方法论 因此以这些争辩的事业来解读孔子的世界观与行上学 不如重新确立我们真正需要的方法论系统 从而抉择出全解孔子 的理论属性 从行上学 世界观的基本哲学问题的研究角度来看 孔子思想性 作品中对此之论述是极为缺乏的 事实上从行上学世界观作为哲 学研究的基本问题时 沐宗三先生甚至说孔子不是哲学家 7.哲 也就是我们定位孔子哲学为境界哲学的理由 以及孔子思想性作 品的论述性格是生活规约的直接指点 是在境界时相中的直接展 现是以自己清正所得的生命情调作为论述的内涵 他自己就是 他所描述的生活理想的实践者 见证人 他自己就必须是他的理 想人格的实现 这样才有开创一整个学派风格的前提 这也就是 人生哲学本位的中国如是道哲学体系建构的必然性格 而孔子就 正是这种哲学活动的开创者 所以他是儒家人生理想的宣布者 他的思想性工作目标是生活原理的揭露 他是创立着哲学家而不 是全构者哲学家 他是教条的颁布者 信念的提供者 生命的实 见者 而不是论证其说的哲理建构者 他是第一序的形态确立者 不是第二序的理论推演者 他当然可以同时扮演第二序的理论 推演者的角色 只是在历史的实况中 他并未以形上学 世界观 的哲学理论建构者的方式来活动 而是以理想儒者的应然规约的 不达者的方式在活动 当然历史上成为儒学理论建构者的儒者 也并非就不能扮演儒家 生活规约的颁布者的角色 事实上这两种角色是完全可以并存的 也就因为这样 我们对于中国哲学家的作品解读便应多关照于 境界哲学的研究及研说之进入 因为这也正是中国哲学家的重要 工作进程 哲学史上的 论语是一例 六祖谈经是另一例 基督教的 圣经 及佛教的佛经都是此类作品 这也就表示 作为系统性理论建构的孔子本人 他的哲学思维比 需只能定位在境界哲学的思想建构 八 但作为儒学创立者的孔子 他的境界哲学思维可以被后学者以形上学 世界观的研究进入 继续彰显发挥与创作 而同时我们也可以在他的境界哲学的思想性语言中寻意出一些关键性的线索 以作为他的形上学世界观的一理建构之基础 这一将是本文第三节所要探究的问题 二 孔子论君子的理想人格境界 本节将借着孔子自己的语言适当地展现孔子所建构的理想人格境 像 从境界哲学的研究进入来诠释孔子思想时 我们要研究得对 像即是一个君子的概念 以及另一个比君子概念更加严谨的概念 即圣人 我们发现孔子是有自觉地建立君子人格的理论 以及 孔子不断地在 《论语》的作品中表述君子之道为何 这也就显示 这个关于君子行义准则的观念活动正就是孔子境界哲学的研说主 提 究其实言 境界哲学原本就是去展现一个理想完美人格的理 论活动 并且因此旁击他所预设的其他观点 不论是社会政治哲 学或是形上学 世界观 此外的一个特征是 描写境界的语言多 术士同时在描写功夫的语言 这也是中国哲学的理性活动的通事 从孔子对君子概念的描写中 我们理解到一个君子是一 各有志于学人并且能够守力的 是当其发挥了在一整个时代 中的典范者之历史性角色时 他可以称为圣人 因此这个 圣人的概念是儒者校学的最高境界 也是孔子自迁做不到的一 各境界 如其言 子曰 若圣与人 则无其感 亦为之不厌 惠人不倦 则可 为云尔以以 恕而 孔子论圣人的境界高于君子的语言如下 子曰 圣人 无不得而见之以 得见君子者 思可已 子曰 子曰 善人 无不得而见之以 得见有痕者 思可已 亡而未有 虚而 未淫 曰而未态 难乎有痕以 数而 孔子称赞圣人 是已经达到时代性历史功绩的境界之语言如下 子共曰 如有博师于名 而能记众 何如 可为人乎 子曰 何事于人 必也胜乎 遥顺其由病诛 夫人者 己欲利而利人 己欲达而达人 能尽取辟 可为人之方也已 永也 圣人是最高的理想儒者的人格境界 但是圣人的境界难以达至 不过人们还是必须努力做个理想的人 这就是君子的概念 所以 孔子整个的境界哲学就主要都集中在君子人格的建构中 孔子对君子的言说所彰显的理想人格 我们在 论语 书中可以 找到太多的文具 然而 论语 整部书也都可以视为 是在论说 君子的诸种问题面向 并非只有直接使用君子一语时的文具才是 对君子的讨论 只是孔子论于君子的语句已十分充足 所以不再 多影 以下让我们先对论语中论及君子的语句做一秒看 自曰 君子 不重则不微 学则不顾 主忠信 无有不如己 者 过 则勿但改 学而 自曰 君子时无保 居无求安 敏于事而胜于言 就有道而正 焉 可谓好学也已 学而 子曰 君子不弃 为正 子共问君子 子曰 先行其言而后从之 为正 子曰 君子周而不比 小人比而不周 为正 子曰 君子魔所争 必也设乎 依让而生 下而隐其真也君 子 八亿 子曰 君子怀得 小人怀吐 君子怀行 小人怀慧 礼仁 礼仁 子曰 君子欲于义 小人欲于礼 礼仁 子曰 君子欲乐于言而 敏于行 礼仁 子曰 君子博学于文 曰之以礼 亦可以夫 判以夫 永也 司马牛问 君子 子曰 君子不忧不拒 曰 不忧不拒 思谓之君子已夫 子曰 内审不就 夫何忧何惧 言 冤 子曰 君子和而不同 小人同而不和 子路 子曰 君子亦逝而难说也 说之不以道 不说也 及其使人也 弃之 小人难逝而亦说也 说之虽不以道 说也 及其使人 也 求备焉 子路 子曰 君子太而不交 小人交而不怠 小人交而不怠 子路 子曰 君子而不忍者有义夫 未有小人而忍者也 现问 子曰 君子曰 君子上达 君子上达 小人下达 现问 孔子曰 不知命 无以为君子也 不知理 无以利也 不知言 无以知人也 姚曰 孔曰 子曰 君子 此其言而过其行 现问 子曰 君子道者三 我无能焉 忍者不忧 知者不惑 永者不 据 子共曰 夫子自道也 现问 子路问君子 子曰 修己以敬 曰 如私而以乎 曰 修己以安人 曰 如私而以乎 曰 修己以安百姓 修己以安百姓 遥顺其有并诛 现问 子曰 君子亦以为之 理以行之 孙以出之 性以成之 君子 灾 魏林宫 子曰 君子并无能焉 不并人之 不己之 魏林宫 子曰 君子极眉事 而名不称焉 魏林宫 子曰 君子求诸己 小人求诸人 魏林宫 子曰 君子精而不争 群而不挡 魏林宫 子曰 君子谋道不谋识 根也 哪在其中以 学也 路在其中 以 君子幽道不幽平 魏林宫 子曰 君子不可小之 而可大寿 也 小人不可大寿 而可小之 也 魏林宫 子曰 君子真而不量 魏林宫 孔子曰 孔子曰 是于君子有三千 言为吉之而言 为之造 言吉之而 不言 为之隐 为见颜色而言 为之骨 济 季事 孔子曰 君子有三戒 少之时 血气未定 戒之在色 及其状 也 血气方刚 戒之在斗 及其老也 血气既衰 戒之在德 纪事 孔子曰 君子有三位 为天命 为大人 为圣人之言 小人不 知天命而不为也 侠大人 五圣人之言 纪事 孔子曰 君子有九思 是思明 听思聪 色思温 茂思功 言 思中 是思静 疑思问 愤思难 见得思矣 纪事 子禄曰 君子上永呼 子曰 君子亦以为上 君子有永儿 无意为乱 小人有永儿 无意味道 阳火 孔子 孔子理想 如者境界的彰显 是一个在生活中的丰富情境 因而锁 有的情境都是境界的实况 它不会是一个固定的抽象模式 因此 在表述上就不是以建构一个严密的架构体系来进行的方式 我们 必须要借着一个一个的生活观念来一次一次的轰托那种在内在感 通中的情景 这才是境界彰显的理性活动的表达方式 否则我们 的理性活动就是有体系性建构的本体论或宇宙论 人性论等的观 念活动了 而这样的观念活动正好不是孔子自身的表述形态 孔 子的弟子也说行上学 世界观的问题孔子是很少谈到的 九 很少 谈到的意思并不是孔子从来不提 而是并不对之进行系统性体 细性一致化的哲理建构 由以上孔子论于君子的文句中 我们可以见到孔子心目中的理想 人格充满了对自己的要求 对朋友的宽厚 对社会的责任 对国 家的忠诚等诸种理想的品格 他便将这个理想的君子境界在时代 的现实中推演到一切相关的生活领域中 而呈现出理想与现实落 差的张力 但却仍然永远有着自我针定的现实控制力 为什么君子的理想人格要以这样的形态来显现呢 这就回到了孔子理想人格的意理根据的探讨了 同样的这一个层面的意理探讨在于 孔子本人的思想与言中仍然不是一个形上学 世界观的思考进路 而无宁是一个社会政治哲学的考量 只不过从意理的推演上 这个作为君子境界的社会政治哲学之意理基设 它是可以推演出 一套形上学 世界观的基本哲学命题的 这个属于社会政治哲学 的核心观念 也是主导君子境界的基设观念 即是人与理这两个概念 三 孔子境界哲学的意理基设 人与理 对于孔子的君子境界的彰显 我们要把握两个核心概念来呈现它 一人 二理 当然我们也可以有其他的重点 例如中 数 义 学 校等 但是作为境界内含的 一理根据则需严格的取舍其在 一理上的核心概念 人即是这个概念的核心 理则与人概念并合 出现 并且一再的为孔子所强调 至于其他的概念则都必然的含 设于人 设于人与理之内 这也是系统性理论的特色 理论思维只要是有 系统性的 就必然会有核心概念 这也显示了思维的一致性逻辑 性的水平 十 就人与理而言 人 是那个最高度抽象且具观念含设性的概念 十一 这当然是从哲学诠释的角度所说的 如果从社会政治哲学的角度来看的话 孔子的 理 观念显然更具现实的作用力 十二 而代表孔子政治思想的 春秋 一书就应当扮演更重要的作品 功能 而不是 论语 论语 是孔子生活中所发表的函社歌 方面问题的重要观点 也是我们在认识孔子人格境界的最佳材料 几乎可以说孔子即是以一个人的感通的主体判断 在对应着他的 时代性生活问题的哲人 十三 然而人的真相 人有待孔子在意理上为他定位 而孔子定位人概念 意涵的进行是在于生活实景中的当下处理的 所以我们也就要从 孔子的生活实景中去领会他的创作 只有当我们在人格的修养上 达到了同样的境界的时候 我们才可能自作决断发表同样准确的 人身哲理 此时当然我们也成为了一个典范的建构者与境界的展 限者 这也就使得人概念具备了境界语言的特质 即人的实意识 作用在境界中的彰显 一 人是主体的能力及君子的境界 人是一种主体的能力 一种内在的判准发生在一个觉醒的自我心 灵中 一种自我提起及全体提起不假外求的主体实践能动力 如 子曰 为人者 能好人 能恶人 小于理人大于右说 我于 人 私人质疑 小于数而大于 即是此意 孔子众人 人是孔子思想中一切为人境界中最后的判准 亦可谓 人及其体系性思维中的最高概念范畴 十四 作为君子的一切行为 最终都在主体胸怀的人的感通上确定其方向意涵 所以人是作用 在君子境界上的真正主宰力量 可谓人的感通是更根本的意涵 也因此 君子人格乃以人的实现为其境界的达成 所以人也是君 子人格的理想境界与 人是具体在现实世界中由内而外彰显出理 想如者社会政治情怀的整体风貌 既要有内心修养的境界又要有 社会实践的事工 人的完整意涵即为孔子理想的全体实现 以及 如者理想的境界呈现 十五 所以孔子 在任何的时候论证人概念的意涵要求都极严谨 孔子从不清许地 子为人 唯有在内心修养与社会事工同争及境的时候才会加许其 人有人得境界 孔子对观众的称赞即为此意 孔子录曰 还公杀公子丘 照呼死之 管众不死 曰为人呼 孔子曰 还公酒和诸侯 不以兵车 管众之力也 如其人 如 其人 现问 孔曰 管众非人者语 还公杀公子 孔子揪 不能死 又向之 此 曰 管众相还公 霸诸侯 一筐天下 明道于今受其次 为管 众 无其批乏 所任 以 其若匹夫 匹父之为量也 自今于勾读 而 莫知之也 现问 由尚可知 人是在具体展现中的境界保人 而不是特定理智的教 调化规约 人是绝不受由他自身外化的理智调目的制约 所以当 管众以具有现实性历史功绩在整个时代中造福了人民百姓之时 孔子便给予管众 如其人 的高度评价 此极显示 藉由理智洛 时的人的境界之极致的发挥之后 其实是一个实际社会政治效用 的结果 当这个理想的社会政治出现之时 才更是这个理想的人 境界的具体而又光辉的落实 二 效是人境界的蕴藏机制 人的境界意涵是在范围上包含生活世界的全体对象的 他的一个 微缩性含幅展现范育即是家庭 而 效 即是家庭生活理想面的 主导性原理 论语 小鱼为正片大鱼中有梦一子问笑 有梦五伯问笑 有子游问笑 有子下问笑 最终一含极如有子 直言 有子曰 其为人也孝帝 而好犯上者 先矣 不好犯上 而好 作乱者 为之有也 君子物本 本力而道生 孝帝也者 其为人 知本于 学而 由尚可知 对于一个理想的君子而言 当他的日常生活饭育 尤加 停向社会邦国的一脉推展中 这些生活饭育时是无一步为人与理 的实践场所 而家庭则因其为人类生命孕育的母地及一切人伦善 行的发端区 故而更是人境界的培育与实践的根据的 沉哲 知言 君子物本 本力而道生 孝帝也者 其为人之本于 然而即便是如此具体明确的孝亲观念 当他在现实中的展现的时 后 孔子还是要求以理来归犯孝 即如孔子回答孟一子问孝之言 孟一子问孝 子曰 无为 凡持欲 子告之曰 孟孙问孝于我 我对曰 无为 凡持曰 何谓也 子曰 身 是知以理 死 藏 知以理 记知以理 为证 孝亲是特殊原理 相当的时候 孝亲原理超越一般的异形 即孔 子言于 父为子隐 子为父隐 即 是父母己见 见智不从 有 进步为 两段文中 显见孝亲是人得的感通中的更内在真实情感 的活动 然而即便如此 在孝亲情感的一般表达中 理的事宜的 表现还是孝的表达根据 孝的表达人需透过理的节制来显现那个 更内在的真实感通 孝以理来表达 表达由理来决定 理在行为 模式上将张显孝的真实意涵 可谓理的现实规制的角色是在孔子 人的意境世界中绝对是由内至外之贯通性基础 三 理是人在实践上的具体化行为准则 孔子对孝的重视显示了人的原理的由内而外的一脉相通 当人放 达于整体生存范域而言时 即是理的落实理是一切合理行为的 具体化行为准则 是合于中数人意孝等生活原理的行为规范 十六 孔子自信在彰显人意孝清等原理的理智安排 本身确实是君子弊 须遵守的生活原理 这里并不出现行为归是与心理意识的两绝旗 路之情是 即人与理两者乃不相违背者 冯友兰先生以人与理位 矛盾的概念但最后又统一了起来 十七 即是此意 论语终于 论语终于 言 言渊问 人 子曰 克己赋礼为人 一日克己赋礼 天下归 人焉 为人有己 而由人忽哉 言渊曰 请问其目 子曰 非礼物事 非礼物听 非礼物言 非礼物动 言渊曰 回虽不敏 请示私语 言渊 这就表示人与理的一定程度上的统一 这个统一的主要意义是在 于人是要落实在理的 也就是说作为实践的途径而言 理就事展 现人得的适当的方式 当然如果这个方式在意义的把握上有不通 透的时候 人是要回到人的简别准则本身来 即如有子之言 有子曰 理之用 何谓贵 先妄之道 思为美 小待由之 有所不行 之何而何 不以礼节之 亦不可行也 学而 礼对人在实践上的在先地位是必然的 但在意礼根据上人是礼 人为本 由人代出礼 设礼回归人 人与礼能有如此密切的关系 当然涉及更根本的世界观定位的问题 就孔子的思考而言 礼 正是人存有着的 终极关怀之内外一体主客合一的全服饭育 而在这现实人生场景中的所有行义 则都有礼的原理在扮演曰 智者的角色 所以理智的落实是人的胸怀的体现 离此理智规约 一步 即离了人的胸怀 一步即非如者 十八 如同佛教徒的戒律语 六度观 不由戒律 被离六度 又岂可言为佛教徒呢 当然 理 的决定原则是人 人决定了理 但是人的行为也因此必须通过理 来行止进退 依为观瞻 如此才可谓之友人 由事可知 孔子理想 人格的君子概念的境界彰显 即是一个内在的人的胸怀与外在的 理的行义所共够的 而理的一理性根源又在于人 故而人集成了 孔子境界哲学的根本原理 人概念中将对月初后如的一切本体论 原理 四 孔子境界哲学的世界观与形上学推演 人与理这两个概念的进行 作为孔子境界哲学的一理根据 他将 接续上整个儒学体系的形上学与世界观的预设 但论及形上学与 世界观的探讨 则需要另外检查孔子的另一组与世界观理解有关 见关系的哲学术语 及其论与鬼神与天概念 这是 首先 理 的概念 的概念在现实上凸显了孔子哲理性思维的世界观 关怀之真实对象 其次 人 的境界感通又体现出孔子根源心灵的本体论定位 最后 鬼神与天的概念使用才标示出孔子世界观 行上学的确 定范域 一 对理的坚持所映照的世界观范域 我们从孔子对理的重视 便可认知道理的行为及其所观赦的生活 范域的存在结构对孔子而言是一个必须绝对尊重的对象 它是存 在界中的真实实有世界 它是仁义校学等原理的具体落实区域 它并不是仅仅是孔子哲理观怀下的负随性的生活结构 它是求人 行道活动的生活面的布局 它就是人的外化的存在 所以理智活 动的存在范域 也就成为孔子思想性观点所论述的真实世界 9 是这个现实社会政治所施展出去的家庭社会邦国天下的实在世界 这一个真实世界 这一个真实世界就将成为中国哲学史上所有儒者的生活形 以及 一里建构的最终依据 这也就遇见了儒家世界观的此事存在形态 一极以为这个世界是一个实在的价值文明的场所 这一个儒者的实在世界其实就是一个现实生活中的社会政治世界 是一个在 是存有者的生活形意的场域 是孔子周游列国的天下 也是其后 一切如者所关怀的此事世界 所以孔子对李的重视正好导演出他 的实存关怀所落实的世界 一个现实的社会生活中所对应的实在 世界 这就使得儒学的世界观 首先排除了社会生活实感之外的他 在世界 孔子对李的坚持所显现的世界 关怀也表现在孔子对国君 的真心尊重的态度上 由于孔子对于君王的诚心尊重 显见君王 所代表的现实秩序之理想建构者角色是孔子极为肯定的对象 这 当然也就表示孔子对现实秩序的关切是将之尽量是为一个绝对的 天地 而不像庄子有灭是天下的态度者 子曰 刺 符信号学 却 求死善道 为邦不入乱邦不拘 别 以也 帮无道 父且贵焉 此也 太薄 君赐时 必正习先尝之 君赐心 必熟而见之 君赐身 必处 之 适时于君 君记 先返 即 君是之 东手 家朝福托身 君命照 不似驾行 相当 以上孔子言于君子对待邦国与君王的观念 显见邦国是君子的真 正生命活动的场域 邦国之有道无道是君子展现仁德的决定性因 素 进退之行动中 君子与邦国一 提 邦国就是他的世界 他的天地 所以有道必是 贫贱则齿 无道必饮 富贵则齿 此中关于 无道则饮 的说法 我们必须退 一步的认知到孔子时代真正的天子是周天子 而诸侯国间只是分 封的宗主国 并没有在统治上的绝对性地位 所以有道君子之由 走各国本身并没有忠贞的问题 而当周天子已然无法实质的掌握 天下正式的时候 则此些邦国之施政措施的理想化与否便是有道 君子的忠心关切 此中亦显现了孔子的坚持理想及不与任何政权 妥协的守到态度 但是一旦孔子接受了国君的邀请并有机会执政 的时候 孔子心中就把这个国家及君王当作理想的社会政治秩序 施展的对象 因而表现出面对圣君的忠臣 以及将自己当作贤臣 来施政处事 这就在在显示一个简单而又明显的事实 那就是孔 子思想性观念的真正关切对象是这个现实世界的社会秩序 孔子 以恢复周文自居并且以导正社会自诩 所以他的系统性核心观念 德论正范域都是在于现实的社会实体 并且由于其丰沛的人得的 自觉使得孔子在现实秩序的礼乐规范中 即找到了绝对的原理而无 须另求一个他在的世界 即他在的主体即天与鬼神者 这就导致了 孔子的世界观的再次拾落于现实世界的人文胸怀之内 二 孔子在鬼神与天的概念使用下所对照的世界观 孔子在回答那个个性急躁冲动 却又正直开朗且乐观进取的弟子子 路的问题的时候谈到 记录问是鬼神 子曰 未能是人 焉能是鬼 敢问死 曰 未知生 焉知死 先进 孔子 孔子讲天说鬼道神的语言是不少的 但是从来都是在一个理性的 社会时效上针定天与鬼神对人间事物的互动模式 这是一个之道 有天与鬼神 十九 祖先的他在存在却基本上降之限定在人伦生活 忠实其彼此不相干涉的世界观 这个他在世界不是生活的世界 也不是可改变的对象 他只是并存旁治的他物 而不是人文心灵的所托 人文心灵所托的人是那个丰沛的自觉心灵 即孔子集一 切入者的道德意是人的胸怀 因为孔子从来不把现实的责任推卸 给天 而是自作承担 天成了一个实存的知音 知我者齐天 呼 无论他是理性化的天还是意志性的天 孔子说道天的的 方如下 子曰 莫我之也夫 子共曰 何谓其莫之子也 子曰 不怨天 不由人 下雪而上达 知我者 齐天呼 显 问 王孙甲问曰 与其媚于傲 宁媚于躁 何谓也 子曰 不然 或 罪于天魔所道也 八亿 孔子 孔子对于天的尊崇与祝导 与祭祀都是一个被人文化了的行指 二十 他以极为赋予人文精神的主体心境 针定了这个字远古以来即在 宗教迷信与政治神话的纠缠中 扰乱人文秩序的他在对象 孔子在 生命活动中以德性胸怀与理性关照 并且温润人生的天的他在存有 知基本性格安置了天与人的关系 从而在知识的认知中赋予了的 为 然而却为在理论的建构上多做安排 天的存在只是孔子哲理 性思维的知识使用而非观念建构 二十一 孔子在天的理性人文之认 知意义上使用了他 从而扭转了社会人心对天的关怀关系 但是 作为哲理探讨的重点 无宁还是以人概念作为在社会现实中的印 用原理 由此可见 孔子的人文精神之展现是一个现实世界的关怀 为重的 系统 只有现实世界的理想化是他的哲理言说的目标 因此他的 系统思维也只进行在现实关怀的人意效力等概念上 我们对于孔子哲思的探究 从一个境界哲学的研究进入出发 最终将指达于 这个现实世界的社会理想与人格形态为止 我们无从致言于孔子 对鬼神世界上天概念的系统性论证 孔子并未教导我们对鬼神 世界与他在的天的存在 应如何论说其实有存在的理性论证 孔子 只是在展现人生境界的真相时 借着对于天与鬼神的人文价值的 应对原理 使用到了这些概念的知识性假设 所以对于一个系统 性 原创性的哲理建构的世界观而言 天与鬼神将绝不适论说孔 学的要点范畴 唯有那个在现实政治运作中的社会邦国才是孔子 理论的真正的焦点 也就因为如此 所有孔门如学的一理推演的 进程中 他们的世界观假设都不能逾越这个奋济 不能将鬼神语 天的存在活动摄入理论体系的运作中 他们最终都只能是被理性 化的还原为一个自觉的人文主体可以主导的抽象对象 而不能成 为一个必然强实现实秩序需要重新建立社会规范的实存世界 三 人概念成为儒家本体论的终极原理 孔子人文心灵的所托是一个丰沛自觉的实体 二十二 一个流行于人 存有着心灵的人的胸怀 一个可以展现未以生活泛育的所有图像 来全解的理想境界 一个在本体论的基本哲学问题的关怀上将要 以一种含具理想社会情怀的道德性意识作为最高范畴的实体 也 就是说这个人的概念将以一种道德性自觉的动力成为儒学本体论 哲学的目的性原理 同时也将因为人概念的在人存有者中的感通 胸怀而推进至一切存有的共通原理 以及天地万物所共寻的原理 此即将必然带出天人和德的形上学命题 而这也就是中庸 一传 之作的必然发展与颂如意里建构的必然奇象 所以就孔子境界哲学的内涵所展现的世界观的预设 相对于道、佛 两教而言是一个朴素的世界观 而它的本体论宗旨则是一个目的 性的道德原理 它的重理观念的所有规制条目成为它的准功夫论 的要求 它的理想社会的图像以及理想人格的景况则是由内而外 的境界哲学的展现 而这一切的核心观念便是它的人概念范畴 5. 结论 总结以上对孔子人与理概念所推演出的形上学与世界观基设 我 们首先可以说在观念的理性论证上 孔子对天与鬼神的态度所犯 现出的世界观是认为一切非生者所知的世界便不在所论之列 孔子世界观的主要关怀将不论及一切非在此事的他在世界 以如 道教、佛教之世界观者是 但是由于他对天的尊重与对纪理的重 是 这也就预约了如者天道观哲学的开展空间 但是这个天道论 的开展却不是从宇宙论的建构入手 而无宁是从本体论的思维在 进行的 即从天道观的建构进入了形上学的思考成就了日后 道 德的形上学的可能进入 二十三 而这个形上学的思考 终将是以 人的道德目的性原理为基础的本体论哲学 这个本体论哲学将以 人的概念为终极范畴 将一个理想化的社会政治秩序之展现来做 为儒者对世界的哲理定位 泛显出儒家哲理形态的现实道德目的 性知本体论原理 及一切为此事现实服务的宇宙论事也 这当然 就决定了 汉儒以宇宙论论的问题亦是为前导而来论述社会政治哲学原理的 时候 他们就确实是不同于孔子立法的儒者胸怀 不过在哲学时 发展的知识现实上 汉儒的宇宙论常识 也是一个知识史上的比 然常识 也就因此 我们看到了宋明儒以即具体又抽象的气概念 言其 鬼神者二气之良能也 张载于 二十四 这就是再度抽象化 宇宙论问题意识中的鬼神概念 而予以理性化的转向为本体论的问 提议是了 中期体系性格言 儒家哲学始终必须是本体论重于语 宙论 修养论排斥修炼论 本体论进入的功夫哲学主导着异理的流行 而非有宇宙论进入的功夫哲学在带领这些观念的发展 这 也就是新性论哲学最终人士如学主流的一理性格的定位之故 以本文已发表于1998年10月台北中华艺学杂志 2. 所谓 世界观的基本哲学的基本哲学问题的思路为研究的进入 以全解原点 意涵的做法 参见捉住小鱼功夫理论与境界哲学大鱼 1995年10月 2. 北京清华大学 纪念冯友兰先生诞辰10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 会 收录于功夫理论与境界哲学 第四章 北京华文出版社 1999年08月 3. 参见劳斯光语 欲了解孔子对自我问题之态度主要 可通过其对各种价值之论说而做观察 概义学说中所最强调之价 直 必代表力说者对自我境界之主张 新编中国哲学史仪 台北三明书局 1999亿增定六版 页147 以下所影劳斯光书 君同此书 故止列夜马 劳斯光先生所言之 自我问题 十集一 境界哲学问题 可见前哲在诠释中国哲学理论 要紧第十都已 触及境界哲学问题 为本文直接标出 以境界哲学为一基本哲学问 提 尝试使中国哲学之权势理解活动更见方法之清晰 四 形上学与世界观两个名义的术语使用 其实已有其意混淆的 情况 如改之以本体论带形上学及以宇宙论带世界观则其意含名 却至少在当代中国哲学研究领域中得有使用之共识 但换个角 度看 如以形上学为主要是本体论但亦含有宇宙论的使用意义 即以世界观为主要是宇宙论但亦含有本体论的使用意义 则亦可 基本上 本文以境界哲学为基本关怀 故仅在一个宽松的层 面上使用形上学与世界观的语意 如为针对普遍命题的探讨时 则将以较具意含眼景度的本体论与宇宙论来使用 五 参见穆宗三先生言 道家世的行而上学 存有论是实践的 实践取广义 平常由道德上讲 那是实践的本义或狭义 如是 道三教都从修养上讲 就是广义的实践的 儒家的实践是Moral 佛教的实践是解脱 道家很难找个恰当的名词 大概也是解脱 一类的 如撒脱自在无呆逍遥这些形容名词 笼统的就说实践的 这种形而上学 因为从主观讲 不从存在上讲 所以我给它个名 词教 境界形态的形而上学 客观的从存在上讲就叫 实有形 太的形而上学 这是大分类 中国的形而上学道家 佛教 如家 都有境界形态的形而上学意味 但如家不只是个境界 它也有时有的意义 到家就只是境界形态 这就规定它系统性 格的不同 由何如家佛教及西方哲学的分别就显出它系统性格的 不同 这个和其他系统不同的智慧 这个系统不同的智慧很特别 所以要注意 中 国哲学十九奖 国哲学十九奖 页一百零三 台湾学生书局 1983年10月出版 6.穆宗三先生认为中国 如是道三家都是实践的形而上学 这是 他们的共通性 另外他又说 如是道三家都有境界形态的形上学意 为 在本文中的基本哲学问题研究法的观点中 对境界哲学的史 用是比穆宗三先生的使用更前进一步 是直接以中国如是道哲学 都是境界哲学 如果从形上学讲的话 就都是境界形态的形上学 穆宗三先生为特出儒家哲学体系的根本大法之地位 而标出儒 家是实有形态 因而将到佛两家只摆设为境界形态 而我们责任 为三家都有实有形态 也都更是境界形态 此中观节乃未当代 中国哲学方法论中之论证 将令文探讨 七 参见宗宗三先生言 孔子不是哲学家 他讲道理不是以哲 学家的态度来讲 他对于形上学也没有什么兴趣 对于存在宇宙 有 论这一套圣人是不讲的 或者说他不是以哲学家的态度讲 但是 圣人尽管不讲这一套 然而他的insight 他的智慧可以透射到 存在那个地方 通过那个观念可以透射到存在呢 就是 天 者 各观念 前影书 页七十五 八 我们以境界哲学来诠释孔子 并不就此认为孔子的哲学体系是 不完备的 事实上 境界哲学本就是一个具有独立意义的理论领域 劳斯光先生一言 孔子之所以位最早的中国哲学家 乃因孔 子最先提出一系统性自觉理论 由此对价值及文化的问题 持有 确定观点及主张 系统性与自觉性为哲学之特色 故孔子以前之 原始思想不能算作哲学 而孔子之自觉理论及系统观点之出现 方表示中国哲学正式开始 新编中国哲学史 也101 孔子是一个有系统性思维的哲学家 只是在本文的研究中我们将哲 各系统性定位于境界哲学而已 九 子共曰 夫子之文章 可得而闻也 夫子之言信与天道 不 可得而闻也 小于公也长大于 十 参见劳斯光先生言 孔子之学 由 理 观念开始 禁制 仁 义 诸观念 故就其基本理论言之 仁 义 理 三观念 为孔子理论之主脉 前影书页111 显然劳斯光鲜 身是以人义理为孔子哲学义理的核心 然本文以境界哲学为问题 关切 故仅提出人理概念即可剖析大药 故不多举 十一 十一 参见逢有蓝言 孔秋虽然把人合理并称 但是就一个完全 的人格说 人 还是比较根本的 中国哲学史新编 也 158 台北蓝灯文化事业 1991年12月出版 又言 人 必须有其真性情 真情实感才可以行 理 人先理后 也 159 十二 参见劳斯光语 理 观念为孔子学说之始点 但非孔子 学说之理论中心 概孔子之学 特色正在于不停滞在 理 观念 上 而能步步伸进 新编中国哲学史 页一百一十一 及令文 然则孔子如何发展其有关 理 之理论 简言之 即设 理 规 意 更进而设 理 规 人 事也 通过此一理论 不为 本身不同于疑文 而且 理 之基础意不在于 天 而在于人 知自觉心或价值一事 于是 孔子一方面 故吸收当时知识分子区 分离一之说 另一方面 更建立 人 意 理 之理论体系 透 显然对自身之肯定 离开原始信仰之纠缠 于是 孔子 与周文之 精神以自觉基础 遂开创如学之规模 故 人 义 理 三观念 极构成孔子之基本理论 也 参见 一百一十二 十三 参见逢有蓝先生言 孔秋认为 人必须有真性情 有真情 诗感 这就是 人的主要基础 前引书 页一百四十三 令言 孔秋认为 人必须有真性情 其言论形式都必须是其真性情的真 的流露 页一百四十四 又言 孔秋讲 人 注重人的真情实感 页一百四十五 十四 参见劳斯光语 人 即是是人如己 尽除私类之境界 此一境界自是以自觉境界 不假外求 不受约制 故孔子又及此 言自我之主宰性 前引书 页一百一十九 令言 人 是一钞 愿意一之大功境界 此可由 人己等事 一意显出 而人之能除 思念 而立 功心 则是一纯粹自觉活动 故此处乃见最后主 宰性 而超越一切存有中之约制 人能够立此功心 全由自主 故说 我遇人 思人至义 新编中国哲学史 也一百一十九 十五 人概念显现了境界语言的特质 甚且必须即以境界语言来认 知人概念的义理 这已经是许多学者共同提到的观点 前引劳斯 光先生之言意味此意 另如逢有蓝先生一言 人 是完全的 人格 也是一种精神境界 达到完全人格的人 就有这种精神境 解 经常在这种精神境界中的人称为 人人 言辉可以保持着 总精神境界达三个月之久 其余的学生 不过是偶尔能达到这种 精神境界 中国哲学史心编 也一百八十二 十六 参见劳斯光语 理意意为其实质 亦又以仁为其基础 此 是理论程序 人有守理而养成 守正当 知意志 即有此一意志 换起 攻心 此事实践程序 就理论程序讲 亦知地未胜 未显明 就实践程序讲 则理意相连 不能分别实践 故孔子论 实践程序时 即由 人 而直说道理 新编中国哲学 十 十 页一百二十一 劳斯光先生 以仁义理在实践上是一脉相连 我们简 画这个程序 以仁义理在实践上是一体的作用原理 十七 十七 参见逢有兰先生言 孔秋有的时候用 人 规定 理 者 是因为在他的思想中 一个完全的道德品质 是 人 和 理 的统一 人 和 理 是互相矛盾的 但是相反而又相 成 矛盾而又统一 没有真情实感为内容的 理 就是一个空 架子 严格的说 就不成其为 理 没有理的节制的真情实感 严格的说 也不成其为 人 所以真正的理 必包含有 人 完全的人也必包含有 理 这就是两个对立面的互相渗透 所以一个完全的道德品质 就是 理 和 人 的统一 一个 完全的人格 就是这个统一的体现 中国哲学史心边 也 一百五十七 十八 参见逢有蓝先生言 孔秋认为人必须有真性情 真情实感 然后 然后才可以有 人 的品质 但是 真性情 真情实感 还不就是 人 它是 为人 的必要条件 但不是其充足条件 因为 人 因为真 性情 真情实感 可能 失于偏激 所以 必须对于 真性情 真情实感 有所加工 琢磨的方法 就是 学 理 前影书 页一百四十七 另言 从论语所记载的孔秋的话 看起来 它有的时候是用 理 来规定 人 客戟父理为人 就是用 理 规定 人 它也说 人 而不人 如理 和 论语 八义 就是用 理 规定 人 在表面上看起来 这好像是一种循环论证 其实 并不是如此 它所要说的 是它对于 人 的反思 它要树立一 个完全的人格 一个人格总是个人的人格 但在这个人格中 包 含有社会的组织 社会的制度 社会的秩序 个人和社会的关系 以及社会中人和人的关系等等 这些都是一个完全的人格所要 牵涉到的 用当时的话说 这些都叫 理 所以关于 人 的 反思 必须同时也是对于 理 的反思 人 页148 十九 参见逢有蓝先生言 论语 记载孔秋讲 天 的地方很 多 前影书页164 令言 就这些话看起来 孔秋是承认有鬼 神了 页167 令参见 孔子是有神论者 承认有鬼神存 在 人济月编 中国哲学发展史 先情篇 页196 北京人民 出版社 1983年10月第一版 二十 参见劳斯光先生言 综上所述 孔子所持之人文精神 免 穆以名 由 一命之分立 显现道德生活之领域 由 伦 及 理分观念 而决定道德生活之内 由 主宰在 人之自觉之中 故 不 不从原始神全信仰 由客观之必然理序之了解 故 尽分而知命 不 于成败上座抢求 由 自觉主宰本身有超越自由 故在 理分之丸 成上 人须负全责 而 推至制度问题 历史问题 所持态度 亦可不 不推出 此即孔子对人生及文化之根本态度 新编 新编 中国者 学史 页146 21 参见逢有兰先生言 孔秋所说的天 基本上仍然是当时的 传统的宗教 所说的天 地 或上帝 是宇宙的最高主宰者 中国哲学史新编 也165 因此它只是把它那个时代对天概念的一 般性认知意义拿来使用 却并不在理性建构上将天意含架构于它 的境界哲学的一理体系之内 22 参见穆宗三先生言 他不但创造无人的道德行为 是无人的 道德行为 纯意不以 他亦创生一切而为一切的创生之源 所以它 是一个 创造原则 即表象 创造性本身 的那个创造原则 因此它是一个 体 即形而上的绝对无限的体 无人以此为性 故意约性体 何以能如此放大 虚知如者所讲的本心或良知 都是根据孔子所指点以明知的 人 而说的 人心底感通原则上 是不能有风险的 因此 其极必与天地万物为一体 智的值 绝与中国哲学 也191台湾商务印书馆 1993年7月出版物 刷 23 参见穆宗三先生言 依儒家的立场来讲 儒家有中庸 以 船 它可以像存在那个地方伸展 它虽然像存在方向伸展 它是 道德的形上学 Moral Metaphysics 它这个形上学还是基于 道德 儒家并不是Metaphysical Ethics 像董仲书那一类的旧 是Metaphysical Ethics 董仲书是宇宙论中心 就是把道德基 于宇宙论 要先建立宇宙论 然后才能讲道德 这是不行的 这在 儒家是不赞成的 中庸 一转都不是这条路 中国哲学十九 讲 夜七十六 二十四 参见张仔 镇蒙 小鱼太和大鱼 二 三二七六 三三六六 F一一五百零二 A六一七 六四三 D8606 C138 EA 九万三千二百五 七八七 六三二 OK 九 Text斜线 HTML 二十九 Friday 二十六 November 二千零一十五 五十分 二十二秒 GMT GNT 二十八二千二 二十五 年一月三十三 EA-495 EE4C 五一六 三八零零零三 HITS5 七万八千七百六十三 台大哲学系 中国哲学会 保住锐气 杜宝瑞资料 教学课程 学术论文 专书者 做 学术资源 孟子的功夫哲学 首页 向上 孔子的境界哲学 孟子的功夫哲学 寻子 德性论与天论 中庸哲学体系探究 朱伯坤 医学哲学史方法 论检讨 一传中的基本哲学问题 周易经传的哲学知识 学探 咎 董仲书宇宙论 论进入的儒学建构 董仲书政治哲学与宇宙 论进入的儒学建构 周连西境界哲学 进入的哲学体系探究 张衡取思想中的儒道佛存有论之差异 张宰哲学体系的基本哲 学问题全是进入 少庸儒学建构的一理探究 成号境界哲学 进入的儒学建构 乘以形上学功夫论 语义学进入的儒学建构 朱熙哲学的研究进入 朱熙功夫理论 朱熙谈本体功夫的像 目语意涵 朱熙本体功夫进入的未学方法 与修养活动 朱熙 形上思想 朱熙形上思想的创造意义 与当代真意的解消 The Metaphysics of Church 之言一意 中朱熙与胡虹 一理争辩之解析 胡虹心性哲学 胡虹如学相关论指 对 胡虹风哲学的当代全世之繁醒 论胡虹从成人心性到物说的如 《学建构》 《学建构》 《朱熙里一分书说之讨论》 《从朱熙鬼神观谈三教辩证》 《问题的如学理论建构》 《朱熙哲学思想书评经春风者》 《朱子哲》 《学思想的发展与完成书评流述先者》 《变态极图说书》 《中朱熙》 《与陆向山一理争辩之解析》 《夜水星事工进入的如学建构批判》 《心统性情与星级理的哲学问题分析》 《陆向山功辅论进入的如学》 《建构》 《陆向山的教育思想》 《朱禄而胡知会的伦理意涵》 《成》 《白沙境界功夫进入的如学建构》 《王阳明功夫哲学进入的哲学体》 《细探究》 《论王阳明的知行关系》 《王阳明的三教辩证与教学风》 《格》 《成来有无知境书评》 《罗清顺存有论进入的理气心性辨析》 《王夫之意学书评》 《代证重建如学概念的理论意义》 《档案下载》 《孟子的功夫哲学》 《摘要》 《本章将进行孟子特殊形态的本体功夫之意涵》 《此重新定位》 《孟子哲学》 《在中国哲学发展上的创造性贡献》 《即孟子哲学》 《即孟子哲学形态如何在如佛会通问题上具有的重要意理痛意之》 《变得关键地位》 《文中将指出》 《孟子的静心说集是一本体论进入的功夫哲学之标准范形》 《而其氧气说的功夫哲学》 《表面上是基于气》 《论而建构的功夫哲学》 《实质上却并非真有贡献于宇宙论进入的功夫哲学者》 《这是因为孟子的世界观相较于佛教哲学而言人是一个》 《朴素的世界观》 《因而孟子哲思最有贡献于中国哲学意理建构发展》 《这人为本体论进入的功夫哲学》 《也正由于此一功夫理论的根本型》 《泰的认识》 使得当代中国哲学工作者已为一切到佛领域中的心性 功夫及本体功夫者皆是梦学的传演 从而使得如佛一同的问题 取得了由心性功夫进入的大量探讨材料 本章之作即将指出此一 和慧如佛之理论进入由于忽略了对于相应于本体论建构的宇宙论 体系之并何考虑 是已不能准确察觉如佛之相应之处乃在整体式 戒观的别意之上 更进而忽略了如佛境界哲学的根本不同 此一 如佛理想人格形态之差异时难由本体功夫之相似极的和慧 一 前言 本章将讨讨论功夫哲学在孟子哲学思想形态中的一个展现 并将即 由孟子静心的本体功夫之铺陈 而揭露一个如佛之间的一理一同 问题之探究 一集本章将在中国哲学的范畴内进行中国大乘佛法 与儒学传统的哲学对话 其中佛学部分我们将以天台 华言及禅 宗三者所透显的佛学分为作为论理的基础 此三家大乘宗派可谓 为中国本土文化情怀中孕育而出的最见经为之佛教哲学 其语中 国传统如道哲学有着许多共通的语言与心灵 然而佛教毕竟是佛 教 它不仅渊源于一个差异极大的印度文化传统 更且是人类文 明中一盏独自鼎立的不灭明灯 它与儒道之间有着难以磨灭的充 突语争论的历史记忆 这一份既紧密又对立关系绝不只是哲学 家门的个别习气的团聚而已 实应有着根本哲理的差异 我们将从中国儒学本意之离青做起 进而逼近于佛教哲学之义理 差异的关键 从而亦借此定位而彰显并展现中国大乘佛学之教义 经运 从一个哲学理论的系统性要求而言 如道佛之间可谓有着 千万个不同 绝难以轻言会通 如果它们彼此之间有着或多或少 的相同之处的话 则它只是共同文化氛围下的表面相似 我们可 以同意的是 从生活上言 如道佛可以会通 但从教义哲理上言 如道佛各不相同 更近而言之 如果严格的遵守这三个哲学体 系内部的严密思维的话 那么从功夫下手一路开始 三加九一分 图 我们所说的生活上的会通 是指得当我们不去细究我们所性受奉 行的智慧观念 价值系统知世界观真一时 则我们将会简单的字 以为生活在如道佛各家智慧的任运悠游中 这是因为我们自己病 不认真追求成为各家中极异理上的最高理想人格 于是就在我们 仅仅作为一个知识的研究者 或者是世俗的生活 这时我们便会通了如道佛 当然这是就宽松的社会意义 而言若就严格的理论意义来说 也就是当我们将如道佛作为个自独立的知识系统来看时 任何理论只要有系统就会有差异 有差异则三者就不能轻言会通 这就导致了另一个问题 这样的系统差异是否存在着系统间的包容性问题呢? 一集是否有 如道佛之间哪一家的体系较庞大而可以包容另一家的情况呢? 9 这个问题而言 从如是到各个哲学体系的后期发展来看 各家都 有着绵密繁琐的论理系统 除非有明确的简别标准 否则无从定 为其体系间的包容问题 然而所谓的简别标准又总是来自于哲学 工作者的主观意见 本文中其实就是提出一个基本哲学问题分 西法 以的主观意见来作为这个简别的架构 任何哲学体系若能 符合在更多的基本哲学问题之要求下人能一致融贯的演绎 即说的 化 则是包容力较高的体系 因此 因此对于如到佛彼此之间的广袤度 问题 我们的态度是 中国大臣 中国大臣佛法在哲学的广度与深度上有其 更广设的包容力 更广设的包容力 后的论理活动 三家各在其价值信念内的现实关切中 并不具备 面对他交现实关切的论理性位 至多只有一理高下的思辨性位 如果三家各自现实关怀的问题 一是终究为其价值信念所坚持彰显 那么三家在一理融贯与统设的论理工程上 则终究难有相应准确的辩证工程 如果真能彼此正视真诚了解 那么 撇开现实关切之后的论理工程之重点 则是一个中国哲学方法论的职责所在 这其中的根本关键在于世界观 二的问题主要是对于观设者时 间、空间、存在领域的宇宙论问题 因为道佛两教都有着超越性的宇宙观点 而且明确的言说在如道佛各学说阵营中的宇宙观本 是各不相同的 甚至可以说是天壤之别的从基本哲学研究 法的观点看来 这种宇宙观间的差异在不同阵营中是不能不谈 的问题 因为宇宙论作为哲学系统的前提是一切哲学智慧与观念 的产出的根源是功夫实践的前提 三也是最终的目标 四它 与本体论哲学是一体两面的 宇宙论不仅是理论体系的预设对象 它更是哲学知识的内涵 它的观念的陈述必须被接受 承认与 相信 这样才算是真正理解了该哲学系统 当然对于特别是道佛 两交的超越性的宇宙观 五的如实认知是需要方法的这种方法表 现在道教佛教的功夫哲学中 特别是宇宙论进入的功夫哲学中 它都提供了方法来作为感知清正的路径 但是这整套包含了功夫哲学的世界观哲学体系的意涵 它可能 不被认知 也可能不被实践 虽然它的直接叙述预示了由实践方 法去向言说意涵的信实 不过作为哲学研究的对象 哲学研究者 必须在知识的活动中 接受这个世界观差异的真实 然后才有深入 的理论辨析的可能 此中唯一的吊诡是实践方法的实证 以及我 们所提出的一切哲学式的研究方法 与功夫实践的本身之差距 即 便我们接受了那一家那一派的宇宙知识 作为最终的信念 我们人 须借由实践才可真实了解 即如庄子所言 有真人而后有真知 6 如佛加言 唯佛与佛乃能究竟诸法实相 7 也就是 说 只有在功夫实践上达至了主体的高级存有境界 我们才能算 是在经验上证实了该项知识 因为我们永远不能说在知识的解析 上有所谓实证了观念的真实知识 当然 这一个理论与现实的差 具并不妨害我们人可以进行观念的解析 而这也正是我们现在正 在从事的工作 企图将世界观差异的观念意涵及予清晰的铺陈 从而提供如道佛在体系包摄问题上的世界观判准 所以在我们肯定对哲学观念进行知识解析的活动之时 我们同 使也理解这个活动的限制 所以我们在意理的铺陈时 虽然都将 是意义无穷 非意义无穷 八 的极尽穷究之力 但是我们在力 厂的坚定上 将以 松 而 开 即 放 而大 一极 遍野者有不遍野 九 因为他最终人将诉诸学者自身根本智慧的 抉择问题 是很难以 理 服人的 二 研究方法的定位 我们在进行中国儒学与中国大乘佛学的比较工作 但是 我们 所谓的大乘佛学的观念意涵为何呢? 我们所指的其实正是禅宗语 天台 华言的 功夫 境界 世界观 而且我们并不是要借着 资料的整理 或 思想时的考察 等方法来介绍它们的存在 而是要对它们所以展现的观念 直接使用并语心解 因为我们认 为佛教哲学的知识发展历程是一回事 佛教哲学各宗派内的哲 学主张是另一回事 我们所关切的是一家家佛学宗派内的真理观 的观念内含之彰显及一理成立之考察 这是一种 哲学观念研究 法 十 也是一种 本质问题 的研究法 也就是我们将略去 那些哲学观念的产生背景 而直接在它们的观念意涵中 进行观 面关系的建构 从而确立理论的整体形态 及其在基本哲学问题中 的定位 在这种哲学观念的理性关系的研究进程中 我们需要一套清晰 的研究解说架构 这就是我们的功夫境界世界观 十一的中国 哲学研究架构 这种研究架构 基本上又可称为哲学基本问题 的研究方法 因为它完全是借着本体论观念 与宇宙论知识对公 夫实践与人格境界的上下贯串 一里互动的立体思维来架构各个折 学系统的内涵 从而使得诸多系统在意理的解析上 取得彼此映照 的关系定位 这就是说 要从各家哲学系统的功夫实践观念入手 追溯其所 原自依据的本体论及宇宙论的世界观 并用以建构其功夫实践下 所彰显的主体境界 并在各家理想人格的境界状态中显露差异的 真实又在境界的差异里更见出世界观之不同 3. 孟子哲思的根本形态 孟子是中国儒家哲学阵营的重镇 是儒学在理论创构过程中的 主要奠基者 孔子确立了儒学的道德性社会关怀及礼乐教化人文 化成的努力方向 孟子及在同一方向上大量的论述了君王的人政 观念及君子人格的伦理生活原理 然而当我们从基本哲学问题 的理论建构方向来看时 孟子则是进一步发展了成德之学的实践 方法之理论部分 即从功夫哲学的进入述说了成德之学的可能 他从实践主体的心性能力的肯定下手 当下要求实践主体的道德 承担活动的必然觉醒 从此一路编制成德之交的几达达人之图 这其中的理论精华 即在于功夫实践的哲理建构部分 所以我们 说从哲学体系的根本关怀上来看时 孟子之学死是功夫理论进入 的哲学形态 他的哲学观念之表述 根本上是在回答功夫实践的问 提 也是因着这个问题的涉猎 才有着一定程度的世界观言说 以及使用到了若干必然的 已预设了的形上观念 孟子在此提出的是 儒者的功夫修养论哲学 至于更晚出的中庸 一传之作 则为儒学奠基过程中的世界 关键构之学 这是一个 基本哲学问题研究法 下的哲学判断 是给儒学发展史上的孟子 一传之学下定位的判断 就孟学作为一个儒学早期的理论 它在几个基本哲学问题上位 儒家确定了形态 成为儒学发展史上的诸多体系之共同源头 例 如肯定人性是善的本质 提出对社会的强烈使命感的文化方向 以及讨论功夫实践时的直接承担的观念等 这些特质不仅在儒学 史上一直是最重要的基本命题 更在大乘佛学发展历程中也造深 了极大的文化影响之氛围 所以当我们抽离了本体内含及宇宙知识 来看孟子哲学思维的力 史贡献时 它将是一个 本体功夫的理论形态的观念原创者 这使得在中哲史上 凡是以本体论未进入而言说功夫哲学的几组体 细 都与孟学在理论形式上有着共通的特性 如象山、阳明、南、 宗禅 而这也正是我们讨论大乘佛法与孟学比较时的焦点 4. 孟子本体论进入的功夫哲学 静心功夫 本体论进入的功夫哲学 是哲学体系中对于功夫实践观念的 表述类型之一 这类功夫哲学的观念是来自本体智慧的了物 它 的实践方法则是直接在心性念律思维上做射体颈灵的修养功课 是身心功夫的心法部分 是性命双修的性功部分 它的理论进程 则或者由形上学本体论说 或者由人性论说 或者它直接在功夫 哲学上言说 但理论上预设着一套人性论或本体论哲学 孟子的 静心功夫 求放心功夫 就是一种四端心内在的本体论进入的 功夫哲学 当然 更深一层的说 本体论进入的功夫哲学 其时 其时又预设了一定的宇宙论之事 世界观概念 此暂不论 例如其言 孟子曰 人皆有不忍人之心 所以为人皆有不忍 人之心者 惊人 惊人诈见如 此 将入于井 皆有处替侧隐之心 非所以内交于如子之 父母也 非所以要欲于乡 党朋友也 非恶其身而然也 由是观之 无测影之心 非 人也 无羞恶之心 非人 也 无慈让之心 非人也 无是非之心 非人也 测影之 心 人之端也 羞恶之心 亦之端也 慈让之心 离之端也 是非之心 智之端也 人之有是四端也 有其 有四体也 有是四端 而自为不能者 自贼者也 为其君不 能者 贼其君者也 凡有 四端与我者 之皆 阔而充之 以 若火之始然 全之始达 狗能充之 足以保四海 狗不充之 不足以是父母 小于孟子公孙 丑偏大于 此集孟子式的肯定 四端心内在的人性 论哲学 并从此处直接要 求 阔而充之 的功夫 这就是当下认定 人性中的心性食然 并 直接发动功夫操作 是一种动态的实践观 是直接弹功夫的哲学 孟子曰 自抱者 不可与有言也 自弃者 不可与有位 也 言非礼意 未知自 抱也 无声不能居人有意 未知自弃也 人 人之安宅也 亦 人之正路也 旷安 宅而扶居 舍正路而不由 哀哉 小于孟子里楼偏大于 这又是直接肯认 人性中的人意内在观 从而直接要求由人意行 的功夫哲学 论典中进行的是功夫哲学的问题 亦是 因者功夫哲 学建构的需要而有了人性论 孟子曰 乃若其情 则可以为善意 乃所谓善也 若福 为不善 非财之罪也 侧隐之心 人皆有之 修恶之心 人皆有之 恭敬之心 人皆有之 是非之心 人 皆有之 侧隐之心 人也 修恶之心 义也 恭敬之心 理也 是非之心 智也 人 亦 理 智 非由外说我也 我故有之也 福思耳 故曰 求则得之 舍则施 知 或相悖 总而无算者 不能尽其才者也 施曰 天生 真名 有物有则 明之柄 一 好事 亦 好事 亦得 孔子曰 为此施者 其之道呼 故 有物必有则 明之柄 已也 故好事 亦得 小于孟子 告子偏大于 本文 乃是 性善论 自心性 真实 众肯认而出之说者 乃若其情 即 是此心性中的真实 这个真实 即为四端心者 是 于此即进入了人 性论的预设系统 及其有物有则的义得本体 孟子曰 人 人心也 义 人路也 舍其路而浮游 放 其心而不知求 哀哉 人有鸡犬放 则知求知 有放心而不知求 学问之道无他 求其放心而已 小于孟子 告子偏大于 人意内在 故应由人意行 不行者 则应求 回放尸之心 故而对于 儒家本位的 德性功夫的要求 乃是直接以人性的 真实以为保证 本 文的问题 亦是 是功夫实践的来源问题 所提出的解答则是 心性的 真实认定 所以是由人性论作为功夫的动力根源 所以这不是一 各仅仅在概念中定义的人性论哲学 而是作为在功夫操作中实起 作用的主体 作用的主体心性境界 是人极有此境界 顾及的发为功夫 至于 这个人性论的本身呢 则是有本体论的互通 所以其实就是本体 论的境界发动为其功夫的保证 此见于下文 神 孟子曰 尽其心者 知其心者 知其心 则知天以 存 其心 养其心 所以是 天也 妖兽不二 修身以四肢 所以立命也 小于孟子 静心 偏大于 懂得静心 求放心 扩充四端心者 即是对于人性论有所了解 这 了解人性的真实中有人意理智的内在意德 然而这个内在意 德则本就是天道本体 故谓 知其性 则知天以 所以这个来自 人性论的功夫哲学 更根本的说人是一个本体论进入的功夫哲学 形态 所以从基本哲学问题研究法的思路来说实 功夫哲学语本 体论哲学取得了意理的互通性 它们的汇聚点及在心性修为的活 动中 孟子谈功夫哲学并不是先谈本体论再谈功夫论 相反的它是从 功夫论中确定了本体论 但是孟子这种形态的功夫哲学 我们 人是归类于本体论进入的功夫哲学 因为它是从人性的本质的肯 定下手做心性的意志扩充的功夫活动 所以从基本哲学问题分析 方法的研究进入来看实 这就是一种本体论进入的功夫哲学 因 为人性论人是本体论的范畴 只是它是在人存有者范围内而言的 存有者的本体真实 我们这样的区别方式 是为了与宇宙论进入 的功夫哲学做对比 后者将更能彰显如佛差异 这是我们的基本 哲学问题研究法的重要功效之处 孟子的静心功夫是以道德意识为其本体真实 当下直接肯认人 得道的自觉能力 及其四端心之说者是 他要求每个人都印在心 制作业上自我阔而冲达之者 最终使其自身的制衣 大人境界 从知识的系统性来看 这个大人的境界 及静心的功夫 必然是预设了一个 德性的世界观 这个预设性的德性世界观 的内容即是有一个道德优位的本体论 这个道德性的本体是直接 由静心的功夫所确认出来的 及其严静心知性知天之观念上述者 所以在孟子的哲学活动中 事先确立了功夫修养的实践哲学 从其中的操作主体的心性内容中 在肯认出世界客体的本体意涵 静心功夫之方向是人意理智的扩充 所以那个理性的客观秩序 就是人意理智的原型 此及孟子所谓的 知天的意涵 孟子并 非以一个本体论的观念建构 来推理出一套本体论进入的功夫哲学 而是以一套本体功夫来确立本体的真意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功夫都是本体论的进入 其他进入的形态都仍是理论上存在的 理如宇宙论进入的功夫 梦学论理的进程 可以说是从人性论到本体论 也可以说是从 功夫论到世界观 本体论与世界观是它的理论的必然蕴含 其实 也是任何功夫理论的必然蕴含 只不过有些体系直接明白说出 有些体系却并未明白说出 而孟子则是在探讨功夫实践的观点时 直接有理论的蕴含而指出了天的德性本体观 但是关于孟子全 文 他的天观念中所残余的古代意志天的认知 孟子仍然十分浓厚 十二 只是在对这种意涵的天概念的使用中 孟子仍然是以一个纯然 只有理性秩序的德性天观念来收摄真定 从推理系统的根源上看来 那个作为最高概念范畴的预设性的 对象 孟子讨论的兴趣是不大的 也就是说对于天的客观意涵的 理论界定的工作并非孟子哲学的工作重点 也就是说孟子不适行 上学的理论建构者 而是功夫哲学的理论建构者 这也就显示了 哲学理解活动中的一个现实 就是对于哲学家的理论系统之理解 必然的需要进入他的问题意识的根源以及哲学活动的类型中来 探究 这样才能从中确立起理论体系的特殊形态 就孟子哲学而 言 他的工作兴趣在于论说功夫实践主体如何积极运作 如何要 求人们自我肯定而去从事成德教化的行为等 因此他要提出人人 皆有之道德心性 及其四端心之说者 他的工作类型主要是一种 本体功夫的哲学进入 以及是从主体实践的意识强化之入路下手 谈功夫 并且在这个进入下 理所当然的预设了天的道德性意涵 前者是禅学皆续于梦学的文化气质 后者是义庸之学皆续梦学 的儒学理论发展之重点 并且也同时就是佛学的行上命题归根结 底将是不同于儒学之处 5. 梦子宇宙论进入的功夫哲学 氧气功夫 任何哲学体系的世界观中 基本上应该有两种思维的范畴 其一 为本体论其二位宇宙论 并且都在功夫的实践中成为毅理的前提 其中的宇宙论进入的功夫哲学 是指的哲学系统中的功夫观念的 建立是经由宇宙论中的客观知识而来的 对于身体 十三 存在之 处理的功夫观念 我们在一些较成熟的宇宙论进入的功夫哲学体 系中将看到各种的人体宇宙学 然后就以人存有者的身体存 在的观念为基础 来说明他的身体功能的改变的可能性 在此处 下手谈功夫 就是宇宙论进入的功夫哲学 这样的理论背景 者 演于人在宇宙中的身体存在之实况 道教的精气神行观念 是一 套人体宇宙学的语言系统 而佛教的十二因元说及五运基据说 则是人体宇宙学的一个特殊例子 并从而确立了佛教的禅定功 夫得以表现为一 宇宙论进入的功夫实力 当然就理论上言 宇宙 论与本体论既然是完整的世界观的一体两面 那么成熟的功夫者 学就必然是要同时从此两路进行言说 于是没有任何一套宇宙论 进入的功夫哲学不是也蕴含了本体论进入的实践观念的 然而在儒学阵营中则多半缺乏宇宙论进入的功夫哲学之言说 十四这是因为儒学基本上是现世教化之学 只谈现实存在的轮 理价值问题因此主要只是本体论进入的功夫哲学 他并不静置 生命历程中探讨身体存在及生前死后等存在结构的问题 因此叫 不接触人存有者者在宇宙时空中的存在实况问题 因而所论则多 未存有意义的问题 以及本体论问题 孟子即是一例 孟子在世界观的本体论思路上 一方面受到他的功夫哲学中的 人性理论的必然蕴含 而预示了一个德性天的观念 另方面他因 为理论的工作兴趣尚未全面蔓延至世界观的观念建构上 所以他 不自觉的还是使用了许多原始的天概念 但是那个原本带着威吓 赏发的意志天概念 对人类人 对人类现实生活的教化意义已经几乎都有的 性本未来历说了 所以也不对人的存在生命产生功夫的意义 所 以孟子的功夫哲学中根本缺乏宇宙论进入的言说空间 即便如梦 子也谈到了气的概念 而且气是宇宙论中的材料 但是孟子还是 没有借着气概念来建立独特的宇宙论哲学 如庄子的通天的一 气也十五之说哲是 这是因为世界观的建构并不是孟子哲斯的主轴 而其中宇宙论 哲学比起本体论哲学更不是它的兴趣所在 就在它对气至观 气的处理中 我们看到的孟子对气的概念使用 都还是在一个 血气情绪 气破胆势的层次上而已 而尚非讨论气作为身体存在 的普遍之素 由于它的宇宙论没有什么特别的形态 因此也谈不 上什么宇宙论进入的功夫哲学 他所说的 无善养无浩然之气 即以智帅气 的氧气功夫 其实仍是一个本体论进入的功 夫是一个以道德心智力量 对自我存在的生命活动进行道德约束 的方式 还是一个儒家本位的践行的观念 而不是真的着眼于身 体存在本身的气结构之处理的功夫 也不是着眼于身形变幻语 宙时空的交涉互动的功夫形式 如其言 夫至 气之帅也 气 体之充也 夫至至焉 气赐焉 故 曰 持其至 无抱其 气 小于孟子公孙丑偏大于 其 敢问夫子 恶忽常 曰 我知言 我善养无浩然之气 敢问何谓浩然之 气 曰 难言也 其为气也 智大智刚 以智养而无害 操智 择智于天地之间 其 卫气也 佩异于道 摩世 哪也 是即异所生者 非异席儿 取之也 行有不欠于心 则哪也 小于孟子公孙丑偏大于 所以我们整理孟子在宇宙论进入的功夫思维时 仍然必须回到 本体论的观念里来 首先不论孟子在天概念的使用上仍然保留 多少的古代意志天的意思 孟子自始至终都不曾让天的这层意思 影响到他的道德本体为本位的主体功夫 也就是孟子的功夫哲学 只在一个天下场域的概念中立说 而不是在一个超越性的时 空结构中活动的子曰 未知深焉之死者及此一现世世界观 知义也 其次孟子的氧气之说 并不是在处理 气 而是在处理 意 是一个道德意思的自我强化而坚定意志的功夫 根本上 还是心语性的德性本体在主导的 并不真的需要人体宇宙学的知 实材料 实材料 而是只要道德意志就已经能运作了 所以本文谈 有道德意志的使用方式 将是我们逼向中国哲学后其各种更高级意理 内涵的进行 进行里程 孟子的功夫哲学中所投现 所以它的世界观则就是肉眼所及的一切图 的 以及人民和社会国家天下之间 它在这样的素朴的世界观中的 理想就是天下人民的生活福祉之维护 理论上而言 孟子所提出 的 大人境界 的意境是一个现实社会的道德形象之捍卫者 他 因着儒家书式理想的执着 将永不放弃人意是非的坚持 他将执 这于现实社会国家的理智维护 以及在国际征战中的社会责任 整个是一个政治哲学中的积极入室的理论类型 他尽心尽力于人 兼世界的所有民众的康乐生活之努力维护 他照顾的是人民得以 丰衣足使以及避免国际征战等的层面 整个是一个社会问题意识 中的人类生存活动问题 也就是衣食温饱及生命维护的现实生存 的问题 在此之上则是一个现实社会的道德理想秩序之维持的问题 这些都是大人者的印尽义务 都是大人者的活动场域 是大 人的境界定位 大人要达到这样的事业境界 便从而也有了对于 他自身的道德理性之彰显的功夫修养之问题 此极前节所论之功 夫理论的问题 其言大人者见下文 孟子曰 人之于身也 兼所爱 兼所爱 则兼所养也 无尺寸之夫不爱焉 则 无尺寸之夫不养也 所以考其善不善者 岂有他哉 于己取 之而已 体有贵贱 有小大 无以小害大 无以见害贵 养其小者为小人 养其 大者为大人 今又一师 舍其无假 养其知己 则为见一师焉 养其医子 而失其 兼卑而不知也 则为狼 及人也 饮食之人 则人见之乙 为其养小 以师大也 饮食 之人 无有师也 则口 负其是为尺寸之夫哉 小于孟子 告子偏大于 宫兜子问曰 君是人也 或为大人 或为小人 何也 孟子 曰 从其大体 为大人 从其小体 为小人 曰 君是人也 或从其大体 或从其小体 何也 曰 耳目之官不思 而必于物 物交物 则引之而已 心之官则思 思则得之 不思则不得也 死天之所欲我者 先利乎其大者 则其小 这不能够 这不能夺也 此为大人 而已 小于孟子 告子偏大于 孟子曰 有天觉者 有天觉者 有人觉者 仁义忠性 乐善不倦 死天觉也 公亲代夫 死人觉也 古之人 修其天觉 而人觉从之 经之人 修其 天觉 已要人觉 记得 人觉 而弃其天觉 则获之圣者也 终亦必亡而已 小于孟子 告子偏大于 境界哲学 的内涵 导向了世界观的认识 就是因着这样的世界 观而有着这样的境界 也是借着这样的功夫 才来彰显这样的世界 观 就孟子而言 他所重视的 天 的概念就是一个体现道德里 性的主持者 这样的天概念 其实是孟子的理性哲学活动之后的主 观的意想而已 天 实为理性哲学的 境界 不仅孟子的天 是如此 中国哲学的所有行上命题的根本性格 也皆是如此 他们 的天意念都是在一个功夫的实践中可以实证而彰显的 所以所谓 的世界观的妙意变在一个观字上 哲学家所自以为是的世界的个 中样相成为了他的自我实践的奇象 并在实践的奇象中又重新章 显客观世界的主观意境 于是主观的境界与客观的世界取得了死 为与存在的同一 即是为天人合一 对月在天 成为中国 如道佛哲学的共同指标 至于存在的真实我们尚未可解 至少在 理性的思辨上我们只有权势权 所以在中国如道佛哲学世界观的系统比较的理性活动中 我们应极尽可能的彰显他们在知识系统 上的差异至于真理的真相就必须诉诸学者的自觉 所谓嫌其自取怒者其谁邪 小于庄子其误论大于 我们说孟子的大人境界 预设了一个现实的存在世界 这是着眼于中国哲学内部的世界观 痛意之变而言说的 因为除了如 家学派的素朴的宇宙论哲学之外 根本上中国哲学的道佛两家都 主张着另一种超越的宇宙论哲学 一个理想的世界观 例如庄子 的 妙姑设山有神人居焉 天台宗的 始法界观 华炎宗 的 华藏信海 净土宗的 阿弥陀佛净土 西方极乐世界 等 一旦当到佛哲学将理想的世界界定如此 那么在这种理想世界中的理想人物的形状自然不同 他的生命目标不同 他的自我断练培养的方式依然不同 孟子只守于现世存在的价值观念 及其 生活理想的大人境界自然与一定的现世的世界观 有着必然的联系 当然 这也就是说 如果存有着有着不一样的世界观信念 那 磨他的理想人格境界观 以及功夫实践哲学 便都将另有一番风 冒了 七 禅宗哲学的明星见性功夫是本体论进入的形态 禅宗哲学因慧能弟子的加风而大唱 此处所指着意味慧能一将 知难宗禅 尽管谭经经过了多重的风貌改变 但是我们要探究的 仍是这个经改变了的谈经 因为经改变了的谈经正代表了南宗 禅的宗门精神 从其师弟子一路的功夫语言中看来 南宗禅正是 最极致化的体现了本体论进入的功夫哲学的一个精致典范 谈经 中言 大师告众约 善知识 菩提自信 本来清静 但用此心 直了成佛 小于谈经 行有品地一大于 一念悟时 众生是佛 故知万法尽在自心 何不从自心 中 顿见真如本性 菩萨 于静上有 念 念上便起邪见 一 切成佛 既成佬妄想从此而生 自信本无一法可得 若有所得 妄 说获福 即是尘佬 谈此法门立无念 畏宗 善知是 无者无何事 念者念何物 无者无二相 无诸尘佬 知心 念者念真如本性 真如即是念之体 念即是真如之 用 真如自信其念 非眼 耳鼻舌能念 真如有性 所以其念 真如若无 眼耳色深 当时极坏 善知是 真如 自信其念 六根 虽有见闻觉之 不染万尽 而真信常自在 顾经云 能善分别诸法 相 于第一意而不动 小于谈经定会品第四大于 从以上诸文看来 南宗禅的心性功夫 与孟子的心性功夫 在语 言的形式及论理的脉络上可谓极为相近 近来在禅学与宋明如学 的理论汇通的研究中 学者们提出了本体功夫的说法 借着本体 功夫的论理形式而使得禅学与宋明如学 特别是向山与阳明学的哲 理有了共通的基础 甚而建构起跟紧密的内在关系 这就使得送明如的如学系统与南宗禅的佛学系统在意里的痛意之变的问题上 出现了新的课题 此集点出了共有了本体论进入的功夫哲学时 是不是就得已会通如佛 我们从基本哲学问题研究法的方法学 思考来看时 当然就可以理解这一个问题的关键 不同的哲学系 统可以有相同的哲学主题 以及研说进入 但是更会有不同的哲 学主张 本体功夫的研说形式之相同 只是功夫的研说由本体的 真实中来直下进行 但是本体的本身为何还硬探究 如学的本体 与佛学的本体都可以用心与性这两个词汇来称说 但是如者的心 范畴与佛学的心范畴仍是不同的 更且如佛的心概念所具设的语 咒论也不相同 这些都是使得如佛本体功夫的简单相同性失去意 意的关键 八 孟子与禅宗在功夫特质上的痛意之变 就孟子哲学与大乘佛学的比较而言 主要就是孟子式的本体功 夫与禅宗的本体功夫的比较为重点 孟子与禅宗功夫哲学的风格 极为相近 那种主体承担 直接肯定的气魄 也正是禅宗师门阶 隐后学的风范 所以我们可以说禅宗哲学风格的建立过程中 如果有所谓中国哲学的特质的话 那么其中一部分就是孟子哲学的成 单气魄 这种承担的气魄 其实是决定于功夫哲学进入的形态 更精确地说 则是本体论进入的功夫哲学的形态 直接从本体真实的精神领悟中去做新型功夫 他绝对的不假外求 由内而发 一 提及起 说物变质 这也就是中国哲学史上的扬名与禅之会通的 一个关键点 他们就是在这种功夫哲学的思维里路上的统一 但是孟子哲学与佛学的相近点也就指在这里了 这个相近只是一 各功夫特质上的形式意的相近 就其本体功夫的用心内含极一部 同 在孟子是仁义理智的则善固执 在禅宗是般若空会的浅荡去 执 前者捍卫着人伦秩序的关系网络 后者持守着无我思维的义 实彻消 本体的内含不同 功夫的结果变异 相同的只是同样式 本体功夫的哲理形式而已 此外 孟子的本体功夫无涉于宇宙论 问题 而禅宗的明星见性之功夫完全预设了具有丰富的宇宙论境 陆毅涵的禅定之学 而这样的根本差异 当然更是两造的世界观 不同所致 孟子的世界观是一个朴素的生活世界观 而大乘佛法的世界观 则是一个包含了轮回观 及多重世界观的理想世界 首先就其 本体论来说 孟子是预设着儒家一贯的德性本体论 大乘佛法则 从来是一个般若空观的多种表述形态 从其宇宙论思维上来看 孟子在宇宙论哲学问题上 基本上并没有建立任何重要的哲学命题 他对宇宙的知识理解 基本上就是一个现世的平面的宇宙 而大 陈佛法的宇宙论系统 依其各其经文的差异而叠有不同 就其总 体来说都是一个多重世界的观点 就其本体论进入的功夫哲学来 说 孟子是道德心性的直接肯认下的养心扩充之说 禅宗哲学是 班若空会知名星见性的内心体验之学 另极观设着他的宇宙论思 为中而来的人体宇宙学意上的宇宙论进入的禅定功夫之境界上升 而孟子的本体论进入的功夫并不产生宇宙论意上的境界转变之 效果 它的浩然之气 之说及持其至无报其气 之说 则是 一个平面的世界观基础下的血气情绪的持定控制活动 因此在梦 自本体论及宇宙论两路下的功夫操作之后的境界调升结果 便是 一个现实世界中的社会道德奠定者之理想人格的出现 此其言大 人境界则是 然而禅宙哲学的境界上升结果 则是一个身心明彻 意识尽空的禅天定状 他将彻上彻下于天地之间 气象不同 承担也相亦 所以孟子所讲的大人境界的精彩处即是在他的现实承担的气魄 上 这个气魄成为了禅师和丹家业的承担力 他原来是中国儒家 文化传统中长期熏习的气质 禅宗皆续于孟子的便是这一种气质 上的传承 但也只是这种气质上的传承而已 却并非任何的理想 目标上的相通 就此而随之而来的孟子式的大人境界之关怀焦点 便与大乘佛教奠基在轮回观念的生命世界之多重结构 即已无 明及苦地为轴而开展下来的心理情节之诸多分析后的意识纠葛 画出的考量 全然不同 大乘佛学的世界观一开始就不只是一个现世的此世的生命观 怀其世界观中的众生观念不是百姓的观念 百姓 观念是政治理想主义者的舒适对象 众生是大乘佛教普度的 对象 基于其世界观的多重结构 众生观念就如天台宗使法 借观念中所涵盖的意涵丰富 包括佛 菩萨 原觉 身文 天 人 阿修罗 畜生 地狱 恶鬼 对待这些类道的众生的谱 度工作 所需要进行的自我锻炼的功夫 自然就极有别于已现世 社会政治之理想为目标的孟子是的儒家君子人格大人境界者所需 培养的功夫修养之方法 也因此在这其中充满了处理存在结构的 功夫问题 及其宇宙论进入的功夫哲学问题 当然 禅宗是强调 本体功夫的 这是因为本体功夫相较于宇宙功夫时有它在意义上 的优位性 但是所有的大乘佛学的功夫理论都是同时预设了本体 功夫及宇宙功夫的 因为实践主体的真实及世界存在的意义都是 两路并举的 这才是所谓的身心性命之学 也是一切成熟的功夫 哲学的共通形式 我们称为 修行 哲学 这也就是佛教哲学有 别于单止心理修养的修养哲学 以及单止身体锻炼的修炼哲学 前 这是本体论进入的功夫 后者是宇宙论进入的功夫 9. 从孟子哲学到大乘佛法的心灵接驳 我们说如佛一同的问题在理论上两者是无法会通的 只有一家 韩社一家的问题 而如果世界观宇宙论可以作为韩社的判准的话 那么当然是佛学韩社如学 但我们又说中国如道佛的世界观世 实践主体的境界彰显结果 因此他们的成立端是其功夫结果 而 功夫之实现又决定于主体之实践与否 主体之实践与否当然又决 定于其哲学上的观点 然而哲学的根本性观点与其说是理性思辨 的结果 无宁说是心理主观的倾向 因此 由孟子式的儒家情怀 要向大乘佛学做心灵的过渡时 他的困难是根本性的世界观之见 知突破问题 如果没有情意上的冲动 这层突破人是很困难的 因为儒家的书式情怀是很能安正理想主义者的气质的 现世的书 是活动已能满足儒者的意识激荡 如果社会有缺陷 就需要儒者 的努力来改善他 于是儒家形态的理想主义者便都现身于修其志 平的活动中 这使得儒者在感性上有了充实而有光辉之皈依 只有当感性的意志受不了人间的虚伪 以及当自我的欲望突破 了大人无私的攻心之时 儒家的理想主义者才会去反省意识结构 中的实然问题 会对自我存在的构造产生了应然奇象以外的疑惑 又或者在生命的历程中经历了生死的交官之时 感知到孱弱的 自我其实无法在现世中 肯认这个生命中极的存在意象 那么他不 问生前死后之事则已 一旦询问 并且不再是诉诸道德判准救援 一停止探寻之时 为满足这种心理疑惑的需求 便需纯以理智的活动来进行 这就必然要追问宇宙论的问题 从宇宙论的进入在 四探寻 真理将自我生命存在致放在更大的世界观下重新定 为生命的意义 从而重新平定生活的价值 并且重新决定角色的 扮演 以及思维的逻辑 这才是儒学向佛学做心灵接驳的可能性 承 也是一个儒者在对道教 佛教的认知活动得以打开的心灵空 间 以基本哲学问题研究法指的是以 形上学 世界观 本体 论 宇宙论 功夫论 境界哲学 等基本哲学 问题作为解读哲学作品的方法进入 透过基本哲学问题研究 法的方法进入 将有用于我们厘清哲学观 点的问题意识 思维脉络与观点主张 从而简别体系 例如老 思光教授的 中国哲学史 中介由 形上学 宇宙论 新性论 的分析架构 以分输中国哲学家的思想体系 并予以哲学判断 这就是一种基本哲学 问题研究法的分析进入 不过这个名词是本书中使用的 我 们将在往后的哲学工作中不断地开发这个言 究方法的哲学使用经验 二 世界观 这个名词在我们的使用约定中是 语 形上学 名 词同意的一个基本哲学问题的概念 它的内涵 包括了宇宙论与本体论的项目 不过在使用中的情境则多位已 宇宙论的问题亦是为主轴而涵盖了本体论 的思维者 三 当哲学体系中的宇宙论知识作为功夫论的前提时 我们称谓 这种功夫理论为宇宙论进入的功夫理论 如此一来即可将功夫理论与宇宙论哲学结成了一个动态的联系 四 当哲学体系的观念描述指向人格境界的理论 并且以人存有 者的功夫修持的结果来探讨 并且是以人在语 咒中的存在情境作为最终境界的描述焦点时 我们便称谓其为 境界哲学的宇宙论描述 如此一来也将近 借哲学与宇宙论哲学进行了一个动态的结合 五 道佛两交的超越宇宙观指的是佛教的诸多天界 法界概念 以及道教的神仙世界概念等 它们都指向一个或 多重的他在世界 而且这个他在世界并非一般感官能力所能及 这 须有修持者的一定能力锻炼 境界提升 之后才可触及 六 有真人而后有真知 语出小于庄子大宗师大于文 七 唯佛与佛乃能就近诸法石乡 语出法华经 八 是意义无穷 非意义无穷 语出小于庄子其物论大于文 九 辩也者有不辩也 语出小于庄子其物论大于文 十 哲学观念研究法 参见捉注 反者道之洞 一书之小于庄论 大于 台北洪太出版社 1995年出版 北京 华文出版社 1997年4月第一版 哲学观念研究法 是研究 与哲学问题有关者的一种 本质问 题 的研究法 参见劳斯光哲 新编中国哲学史 第一卷第七十 午夜 台北三明 1991年1月6版 十一 功夫境界世界观 的中国哲学研究架构集式 基本哲学问 提研究法 的实质内涵 参见捉注小于功夫境界 世界观世 一大于一文 台湾浦门杂志 1996年11月号 十二 参见以下孟子诸文 太甲曰 天作孽 有可为 自作孽 不可活 小于人荣张大于 天之身 思明也 始先知绝后 知 始先绝绝后绝 与 天明知先绝者也 与将以此道绝此名 也 小于 伯仪张大于 始知主 继而百神想知 是天受之 始知主 是而是智 百姓安知 小于 摇以张大于 这些都 是意志天的语言 但是孟子 并未深入探讨 只作为一般性知识的使用 但他对于 行上天的探讨 也未尽力 十三 本文中 身体 的概念 应是指射 有形体的肉身 以及无形 体的精气神 受想形实等概念 所论述的存在 结 构观 是理论体系中 着眼于功夫主体的存在 情况的问题意识 所以是一个宇宙论哲学问题 意识下的概念 十四 劳斯光教授 即位先请孔孟哲学读 缺义宇宙论系统 参见 新 编中国哲学史 第二卷 第十三页 台北三明 1991年1月6版 广义的说 如学体系中是有宇宙论哲学 的 我们也可以建立起 如学体系的宇宙论境 路的功夫哲学 但在如是道世界观的相较之下 如学体系中的 宇宙论知识常只能是 为系统中的从属性地位 这 主要的都还是本体论的观念建构 十五 通天的仪器也 语出小鱼装子之北有大鱼 2325EB359A Bag727957612A 4364C E43046D 3205 658172OK9 Text斜线HTML 29Friday 26November 2015.50分 22秒 GMT 282032C E011年7月9年4月 95 E14C 516-38003 HiS5 65817 台大哲学系 中国哲学会 保住锐气 杜宝瑞资料 教学课程 学术论文 专书者 作 学术资源 循子的信论与天论 首页 向上 孔子的境界哲学 孟子的功夫哲学 循子 德性论与天论 中庸哲学体系探究 朱伯坤 议学哲学史方法 论检讨 一传中的基本哲学问题 周易经传的哲学知识学探 究 董众书宇宙 论进入的如学建构 董众书 政治哲学与宇宙 论进入的如学建构 周连西境界哲学 进入的哲学体系探究 张衡取思想中的 如道佛存有论之差异 张载哲学体系的基本哲 学问题诠释进入 少庸如学建构的 一理探究 成号境界哲学 进入的如学建构 成一形上学功夫论 与异学进入的如学建构 朱熙哲学的研究 进入 朱熙功夫理论 朱熙谈本体功夫的像 木语意涵 朱熙本体功夫进入的 为学方法与修养活动 朱熙 形上思想 朱熙形上思想的创造意义 与当代争议的解消 The metaphysics of Church之言一意 中朱熙与胡虹 一理争辩之解析 胡虹心性哲学 胡虹如学相关论子 对 胡武风哲学的当代诠释之繁性 论胡虹从成人心性到物说的如 学建构 朱熙里一分书说之讨论 从朱熙鬼神观谈三教辩证 问题的如学理论建构 朱熙哲学思想书评 经春风者 朱子哲 学思想的发展与完成书评留 树仙者 变态极图说书 中朱熙 与路向山一理争辩之解析 夜水星事工进路的如学建构批判 心统性情与心极理的哲学问题分析 路向山功福论进路的如学 建构 路向山的教育思想 朱禄而胡知会的伦理一涵 成 白沙境界功夫进路的如学建构 王阳明功夫哲学进路的哲学体 细探究 论王阳明的知行关系 王阳明的三教辩证与教学风 歌 成来有无知敬书评 罗清顺存有论进路的理气 心性辨息 王夫之意学书评 代证重建如学概念的理论意义 档案下载 徐子的信论与天论 杜宝瑞 台湾大学哲学系副教授 内容摘要 本文将处理寻子的人性理论与天道论观念 企图厘清 其理论内含及彼此关系 以及探究寻子性恶论思想成立的可能性 并未如学在人性论与天道论发展脉络中一个重要的理论形态作 意理定位 文中指出 徐子人性论主张知性恶观 时事就人性献 像的直接观察所得 作为归纳论证的结论 其实不能成立 并且 徐子主张圣人治理义以治乱 则圣人治理义之人性何在 徐子 说这就是圣人基建努力的结果 也是圣人与常人不同的地方 至 与圣人之性义人与常人相同 然而圣人又如何治理义呢 这就是 依据大清明星 大清明星又只是意理性冷静的思维之能 亦非假 执意的主宰心 那么圣人之治理义还会不会有来自天道的意志或 普遍原理的依据呢 这就要诉诸寻子特出的天论思维 结果 寻 子的天论一致性的同于人性主体的大清明星 依然是一个定常有 则的理性秩序而已 亦并非有道德目的性 故而是一自然无目的 性的天道观 天人各司其职 因此寻子的天道观不能作为圣人制 理义的依据及保证 当然也不会是推出性恶论的理由 天论与人 性论划分两绝 就此而言 自然义的天论应该推出自然义的人性 论 但寻子一定要讲性恶论 这就显示他的思路是一重视理法的 心理背景下做出的过于主观的论断了 关键词 寻子人性论天道论性恶论大清明星圣人 一 前言 就人性论问题而言 寻子明确地提出了普遍的人性论命题的观点 即性恶 而且针对孟子到性善之说做直接的批评 他的性 恶论如何建立 是本文要讨论的主题 对于这样的人性理论的理 论和法性及影响面 本文一将探讨 此外 寻子有特出的天道论 与仙情如学中另几部重要经典的天道观 皆不相同 这个天道论 是如何建立的 其与寻子人性论的关系为何 它能不能作为寻子 性恶论的人性论思想的理论根据 最后 寻子天道观思想与人性 理论的根本关切为何 寻子究竟是从一个什么样的问题意识背景 下而做的哲学思维 他的努力最终而言算不算成功 或者说他究 竟成就了什么意义的理论建构 这些就是我们要询问的问题 本文首先将曝陈寻子建立性恶论的理论进程 从其论性之定义 至其说恶之理论 再究其性恶说之理句 并从圣人论及从天论一 路上述 最后再对寻子之理论体系做出整体的反省 讨论其成立 可能及其他影响 二 寻子对性概念的定义 寻子建立 性恶论 有两个步骤 首先 先定义 性概念 其 四 从人世情状的诸多面向中建立 人之为恶乃其性也的命题 以下先论性的定义 天之旧也不可学不可视 不可学不可视 而 在人者为知性 而 身之所以然者为知性 性之和所生 经和感应 不适而自然 为 知性 是不能学习而得也不能操作而得的 反之 可学可视者为 为 因此寻子所说的 为 就只是说后天修士过的人性状态 因此 为 不是恶 为 只是 是 基本上以这样的定义 来看寻子的 为 则正是功夫修养的部分 此一定义本极清楚 也 亦于为人接受 问题是出在当我们要讨论善恶问题的时候 人 性之善恶问题变成为对于人性中之何者 能 何者 不能 已 即何者 是 何者 不是 知决定观点上 那么 寻子的选取位 何呢 其言 若服目好色 耳好深 口好味 心好力 古体肤理好于意 是皆 身于人之情性者也 感而自然 不待事而后生之者也 夫 感而不 能 然 必且待事而后然者 为之身于为 事性为之所生 其不同 知真也 知真也 四 如果 寻子永远只守在这样的说明脉络下来界定他的性为之分的话 那么 此性人是自然本能中之性 其与善恶之价值判断无关 特 别是其中木耳口体是自然感官之能 本无所谓善恶 但 心好力 就是价值活动了 它就涉及人性善恶的问题 因此人性善恶问 提其实就出在寻子对于心所好之力为何的定义中 而寻子畅性恶 明以 因此对于何为人之性能中之善恶之事者 极有其特别的规 定在 使其得以合法的说性为恶 说善为为 以下集直接针对其 言说性恶之理论进行讨论 参 寻子对性恶说的论述 寻子言 性恶论 的论里颇多 资引述文说之 人之性恶 其善者为也 经人之性 生而有好力焉 顺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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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夺身而慈让 亡焉 身而有疾恶焉 顺劲 故残贼身而中性亡焉 身而有耳目之欲 有好身色焉 顺劲 故淫乱身而理义文理亡焉 然则从人之性 顺人之情 必出于争夺 何于泛分乱理而归于 宝 故必将有施法之化 理义之道 然后出于此让 何于文理 而归于智 用此观之 然则 人之性恶 明以 其善者为也 五 循子 性恶论 的第一个论证是 人之性生而有好力 有疾恶 有耳目之欲 顺此之为 必至天下大乱 应顺之而至天下大乱 故性恶明以 然而 就人之本性而言 即使在循子的 性为之分 的定义 以及 好力 及恶 耳目之欲 的自然欲求之实况下 本来人可以不必然是提出 性恶主张的 而人可以是中性义的 但 循子提出 顺着此性走下去 必至天下大乱 也就是说当人们在 本性发动的时候 必应需求之冲突而至为恶作乱 于是由之可以 的正性恶之说 亦即是这些好力 即恶 耳目之欲 必是向着 为恶的方向活动的本性 此说可讨论如下 首先 此性之 顺 的方向在 寻子处以以恶来 定出 其实在 孟子梁慧王 篇中 梁慧王是一个有自然人欲 的人 但孟子都以与天下人同乐的方向去引导君王的自然心理欲 求 也就是以善性为出发的方向 达之 则为善意 在孟子的说 法中 梁慧王尽管有许多个人的好恶 却仍无损于他作为一个好 的君王 关键即在梁慧王是否能同天下人乐其所乐 而不是只顾 利乐自己导致损人利己 如此则无妨以好乐之欲以为人性之定义 然而 寻子在自然人性的发展方向上 独断的以恶的方向定之 人之遂其欲求之行为必以伤人作乱为手段 如此一来 目的达到 之后 当然就天下大乱了 由此可见寻子之性恶之证明路数 其 实是在一个主观的认定之下的论说 形式上是论证了 可视人须 有其他的条件限定 才能有此结论的 这个条件背景就是寻子是从经验现象的社会效果的观察 所得 从 经验判断上 人顺其欲求之性而行 则通常是会导致混乱的 这 却是实情 却是实情 但是也不乏反例 也有许多社会是运作在良好的制度 即良好的管理教育者的主导下 从而呈现出人性善良光辉的现象 如果我们仅从社会效果来检视自然人性的发展 并且论证人性善 恶的话 则无论主张性善性恶都只是归纳论证的方式 合理言之 应无结论 因为正反案例并存 寻子仅选为恶之力 这是不能 证明什么的 寻子自然知道强说性恶不易使人简单接受 因此做出几套的善恶 辩论论证 再观其言 执目不带隐瓜而执者 其性执也 勾目必将带隐瓜针脚然后执者 以其性不执也 经人之性恶 必将带圣王之志 礼义之化 然 后皆出于智 何于善也 用此观之 然则人之性恶明以 六 本文中寻子又以比喻的方式说明他的理论 寻子认为人之出于智 集合于善者 都是在圣人以礼义教化之后才有的 因而若以树木 知屈直为利 则职者不用矫正 而本来就职 但屈者却需矫正才 得为之 经人须圣王教化才为善 故其性非善者明以 故性恶焉 以此说为性恶之论证 是以人乃须经矫正之后方能为善之事说 明性之为恶者 这样的论证格式 人是依据性畏不可学 不可视 知原始定义 问题是 寻子直接以人民需要圣王治理 一以脚之之 说 便作为性恶之证 此说中其实也蕴含了可以朝向性善解读的 可能 例如圣人能治理义的能力岂不是出于其性 而百姓亦愿意 学习 并且学习之后即能为善起非也是出于其性 因此圣人治理 即百姓学为善之行为中都显示了 自然本性仍有朝向行善的方向的 可能性 这岂不就是性善的意思 寻子也了解这样的责难的可能 于是寻子自己便称道 问者曰 礼义机伟者是人之性 故圣人能生之也 应之曰 是不 然 夫陶人山直而生瓦 然则瓦直起陶人之性也哉 工人断木而 生气 然则气木起工人之性也哉 夫圣人之于礼义也 辟义陶山 而生之也 然则礼义机伟者 起人之本性也哉 7 本文是说 如果有人以圣人为力 说圣人能以礼义为标的 自动 研究并努力基建而得之 则正礼义是圣人自身者 故圣人为信善 这 徐子的反驳 是说 陶土变成陶器 木材变成家具 这是可以 且可能的 但是不能把陶器和家具说成是陶土和木材的本性 陶 器和家具只能说是陶土和木材的后天加工后之制成品 因此 9 此而言 圣人 顾得人之先以畅礼义于前 然而礼义与圣人的关系 还是圣人外在的将礼义做出来的 礼义人非圣人之性中自有者 这种将礼义当作外在修饰的概念规定 便将人性的内涵与礼义的 内涵永远不能统一 于是人性的内涵只好另求他图 而横诛现实 中众人为恶的现象 则人性的内涵为信恶便不得不然了 以上是 针对圣人有信善之本性之辩论 荀子的主张 显然经常遭受质疑 于是荀子又指出另一种攻击他 的理论的说法 以及他自己的反驳 以下即是针对一般人愿意 为善 则一般人亦有信善之本性 知辩论 寻子言 凡人知欲为善者 为信恶也 夫宝愿厚 恶愿美 辖愿广 平愿 父 见愿贵 苟无知忠者 必求于外 必求于外 故父而不愿财 贵而不愿 义 苟有之忠者 必不及于外 用此观之 人知欲为善者 为信 恶也 惊人之信 故无礼 义 故强学而求有之也 信不知礼 义 故 思虑而求知之也 然则生而以 则人无礼 不知礼 人无礼 义 则乱 不知礼 义 则被 然则生而以 则被乱在意 用此观之 人知信恶明以 八 本文是反驳 人欲为善 可证人知信善 的说法 循字以概念的分 西方式辩称 人欲为善 也正是信恶的证明 人若信善 则本以善 以 何拥求善 经欲为善 则知信恶以 此说之问题 可讨论如下 首先 寻子错解前 如言于 信善之意 信善之说 只表其 可能性 与 动力性 并非指其 于现实上 之已然 完成的状态 此说 正之 梦子旅 言求则得之 舍则失之 可以 为正 因此 如以 可能性 与动力性 说 人性 则人之 愿意 学善之行为 即可说 为人是 信善了 只是 寻子 还 是固执的 选择 现象上的状态 说 人性 人在 自然 顺性 现象上 是 为恶 的 所以 才要 学善 因此 人性 人 是 恶的 关于 人之 可以 学善 知识 还可以 有 另外的 讨论 此即 追究 人 欲 为 善 知 理由 安 在 其 因 圣人 设理 毅力 刑罚 以致 之 于 钱 吗 就算 如此 圣人 为此之 目的 为何 只为天下 太平 人人 有更 好的 生活 吗 几乎 是的 寻学 的人性 论应 推至此 处 才有 着落 结果 就是 纯粹 为了 人类 之 生活 福祉 为 目的 为求 平 治 与 复 数 只有 人 人 以 礼 相约束 而从事 生产 努力 方可 因此 天下人 之 生活 才是 第一 要 物 由此 决定了 圣人 治 礼 的 动机 与 理由 然而 圣人 为何 要求 天下 人 的 福祉 呢 不能 只求 自己 的 福祉 吗 解决 这个 问题 有 两个方向 一个是从 效果 上 求 这 就走回 荀子的 信恶 说之路 另一个 是从 动机 上 求 这 就走向了 孟子的 信善 说之路 由此 已见 荀子的 思路 形态 至于 信恶 论 荀子 还有 以下 的 论证 模型 经 尘以 人之 信 故 正 礼 平 至 邪 则 有 恶用 圣 王 恶用 礼 义 哉 虽有 圣 王 礼 义 将 何 家 于 正 礼 平 至 也 哉 敬 经 不 然 人 知 信恶 故 骨 者 圣 人 以人 知 信恶 以为偏显而不正 被乱而不治 故为之力君上 知义以灵之 明礼义以化之 起法阵以治之 众刑罚以尽之 使 天下皆出于智和于善也 是圣王之智而礼义之化也 经当事去君 上之义 无礼义之化 去法阵之治 无刑罚之境 以而观天下之 明人知相语也 若是 则夫强者害弱而夺之 众者抱寡而华之 天下之被乱而相亡不待 请义 用此观之 然则人知信恶明以 其 善者为也 九 故信善 则去圣王习礼义以 信恶 则与圣王贵礼义以 故隐阔 知身 为沟木也 神莫知己 为不止也 立君上 明礼义 为信 恶也 用此观之 然则人知信恶明以 十 以上两段文字 是借由社会现实上的确有礼义教化之事实来论正信 恶的 循子的论说是这样的 人需要圣王用礼义 则证人性为恶 这 应如无圣王礼义之作 则明乱之以 故信恶明以 这是 有节 果推论前提的论证则并不是有效的论证 因为若P则Q的 前提 并不能得出有Q则有P的结论 若明信恶则需由圣人 至礼义 否则为乱 这个前提就算为真 也不能由 圣人确实 至礼义 的事实 反正 明知信恶 因为圣人至礼义的行为也 可以是在 因人性善 所以圣人可以致礼义 结果使人民为善而 明风改善 这样的命题中出现 不过 正由圣人与礼义的重要 关联性 使我们找到两条重要的讨论脉络 来追究寻子性恶论的 已出现及成立的根据问题 一维讨论圣人问题 一维讨论礼义问 提 讨论圣人问题后文再述 由寻子众礼义的现象 可以让我们 对先情如学的几个大家的思想 建立简别的分析脉络 也正是简 讨论圣子强要主张性恶论的 心理来源问题的重要线索 以下先讨论 圣子重礼义所代表的思路 四 性恶说与重礼义的关系 圣子的性恶说旅游人是 现象的归纳而正 然而归纳法不能保证性 二 亦如不能保证性善 因为反面的立子仁存 人欲强卫之 则 需有其他规定 如孟子之所为者 以性善说为例 欲成立性善说 可有两路之理论规定 其一为由 建立性善说 将 为恶不为善 解说成自暴自弃 以此定位为恶 现象的理论意义 因为人性的本质是善的 顺着人性则必为善 于是恶之存在地位 即能予以解消 此说预设了善性的存在优位 性 由优位存在者作为第一序的存在 对于恶的出现则视为存在 的其出现象 使人存有着可以在功夫实践中 自行化消恶之状态 因此为恶只是一种状态而非本性 这是经过人性论的本质规定于 功夫修养活动而界定了善恶的相关地位的理论方式 此为人性论 与功夫论的进路 其二位以天之内含意义与目的来定位此一性善 论的人性论 在实践者的为善活动的开展中 将体现天的意涵 知其性则知天意 于是在理论的效果上就可以以天的十亿宝 正人性的根本意义 以应如是天命之畏性 此为行上学本体论 的进路 虽然孟子并未积极返游天论以证明其人性理论 但此二 这之内含的一致 使有为信善说开创理论功效之意 孔子 孔子与人 皆重视有是心 重视的是一切的礼仪规范在操作执行 时是否有此依人爱之心在做指导 否则即失去礼仪的本意 孔子 言人之重要目的 就是因为周文化到了孔子的时候 已有文之部 福的现象 故而孔子要求其实 而以人概念的价值意识作为礼仪 活动的指导心灵 仍成为一种感通的主体心灵意志 无此人爱之 心则一切礼仪及失去意义 因为礼仪本就是为表达人与人之间 得良善的关系而设定的 并不是为表现帝王之思或国体之威者 因此 由人力说的理论体系对于人性的侧面 将会强调那真实 得人爱之情之本具及应使之彰显之意义 其为性善论民意 孔子 即在理论体系中明白说出 并语强调 为人之不能提起善心善行 这为自暴自弃者 这都是为提醒人文化成事业中 得儒者的主观道德意识 以作为行动的目的 故而从性善论力说 从人性中直接说儒家事业的可能性 此意与借由天道论而说理 意追求的可能性的思考脉络是可以上下合构的 建立性善说显然 教义与理论上一致的符合于儒家追求理义的理想 而性恶说所需 配套的理论显然困难较多 荀子的性恶论并非从普遍人性的人性论及形而上的天道惯例说 荀子重视的是具体的社会理智 而不是主体的行善能动力 荀子 得性恶说皆从理义的需求上直接理论 这才正是恐 梦 荀言人 性论差异的关键 荀子一书讨论的都是具体的政治社会建构的问题 因此对于主体 实践的动力根源问题 较不侧重 社会理仪自有其客观确立的志 度规范 社会建设也自有其客观努力的事业需待进行 这才是寻 自用心的问题重点 因此 在以理智的建立为第一序问题的思考 脉络下 人性现象只是理智要对质的对象 在理智优惠的思考脉 落上 人性现象 人性现象事实上显现出恶的状态 荀子就在这个现象上的 恶的状态中直接说出性恶的命题 然后从现象上需有理义人才不 未乱的事实中论证性恶 然而 性恶说毕竟是一人性论的普遍命 题 必须有其论理上的成立的考究 特别是当圣人能够治理一知 实 则圣人治理一知动机及其可能性之追究及正位普遍人性之事 善是恶的关键问题 孔子言人 孔子言人意内在 寻子众客观的理 这正是造成人性 论差异的心理背景因素 从此处分析 将有助于理清诸说的思路 当然 这人不能作为诸说的证明 甚至否证 五 孔子论圣人 说明孔子是众理义建构的心理 原 并不等于给了孔子性恶说理论 依据 至于性恶说的理论根据 则要从 圣人论 的问题中在做 推敲 因为对治性恶的理议制度 正是由圣人制定着 孔子提出 孔子提出性恶论 又要求人民守理议 又提出由圣人制定理议制 杜之说 这就留下了两个问题 就是理议的来源与理据的问题 孔子的处理 就是以理议乃由圣人之制定着 这说出了来源的问题 但是理据的问题就较难解决了 圣人能治理议 则圣人之性是 否异于一般人之性 此外 理议之制定的目的为何 能否有形上 学的理论根据 这是理议的理据问题 以下先述理议由圣人之制 定而出者 其次论圣人之性 最后讨论理议之理据 寻子言 凡理议者 身于圣人之为 非故身于人之性也 十一 故圣人化姓而起伟 伟起而生理议 理议生而治法度 然则理议 法度者 是圣人之所生也 十二 姓伟和 然后圣人之名一 天下之功于是就也 十三 寻子认为 理议是圣人所治 又由于人性是恶 理议非人性中是 故而理议之作是 其伟之事 由是之说 其实已可引荐 圣人之性 的解说了 圣人之制理议是 其伟 伟者非本真 是故意非圣人之 本真 即循子认为 理议 非圣人之性者 其言 故圣人之所以 同于众 其不 异于众者 信也 所以异而过众者 为也 十四 在性的层次上 圣人 异于 人同 圣人 异是 信恶的 这是符合 寻子 对性的 定义的 性之善恶 本就是 普遍性的 命题 圣人 本应 与 人同 只是 圣人 能治理 义的 来源 又 为何呢 说 圣人 能够 异于 众人 的 是 这个 伟的 功臣 但是 圣人 如何 能先 于众人 而有 这个 伟的 知 寻子 在这里 有两个 不同层次的基础 在支持圣人的 治理 义 以为圣 人发出 大清明星 把理 义的内容 理解清楚 这是圣人的 知能 部分 二位 圣人 透过自己的 努力 把理 义的 言行 实践 在自己身上 这是 圣 人的 实践 部分 首先 就 寻子之 言于 圣人 知 知能者 其言 人 何以 知 道 曰 心 心 何以 知 曰 须 一而 尽 人 身 而 有 知 之 而 有 知 知也 者 脏也 然而 有所 未 须 不 不 以 所 以 脏 害 所 将 受 未知 须 心 深 而 有知 知 而 有意 意也 者 同 时间 知 知 同 时间 知 知 两 也 然而 有所 未 不 以 夫 以 害 此 一 未知 一 心 握 则 猛 偷 则 自行 使 之 则 谋 心 未 常 不 动 也 然而 有所 未 静 不 以 梦 拒 乱 之 未 知 静 十 五 须 一而 静 未知 大 清明 万物 莫 行 而不 见 莫 见 而不 论 莫 论 而 失 未 坐于 世而 见 四海 处于 经 而 论 久 远 疏 观 万物 而 知 其 情 参 击 至 乱 而 通 其 度 经 为 天 地 而 才 观 万物 至 歌 大 理 而 宇宙 理 一 十六 寻 循子 首先分析人类的知能 人生而有知 只要能 须一而尽 以 达 大清明星 则能为圣人 为大事业 圣人发动大清明星之 后可以至理义 经为天地而才观万物 至歌大理 而宇宙理义 圣人发动这个可以做至理义的大清明星 那么这个星有否 价值 价值判断能力呢 循子的答案是有 但并不是以道德之心为之 而只是虚异而尽的大清明星而已 它只是虚异融受万物 没有绝 定性 方向性 主动性 目的性 它只是一星的最通彻的状态 大清明星是开通 荣重 冷静的 虚一而静 此星可以致定理 意识以其对客观现实之解析结果而得的 非其有道德信念之一致 来做决断的 所以 能让圣人制作礼仪的决定力量 仍是外在的 需求 而非主观的要求 主观的能动力量只出现在客观分析之后 的累积之努力上 即制出礼仪之后的勉力行之之上 循子言 故圣人也者 人之所积也 十七 圣可积而至 然而皆不可积 何也 曰 可以而不可使也 故小 人可以为君子 而不肯为君子 君子可以为小人 而不肯为小人 小人君子者 未尝不可以相为也 然而不相为者 可以而不可 使也 故图之人可以为雨 则然 图之人能为雨 未必然也 虽 虽 不能为雨 无害可以为雨 十八 群自理论 虚子理论系统中的圣人是经过后天的努力而成就自己的 但这种 可能性是普遍的 故图之人可以为雨 就是说到了这个普遍性 只是图之人能为雨 未必然也 虽不能为雨 无害可以为雨 可能性已经存在 却无必然性 关键人在为雨 不为 就此 而言 其实无论是性善论者或性恶论者都不会提出必然可为的命 提 只是提出必然可能而已 但就在这个必然可能上 性善论者 即以之为是善之人性使然 展开来的即直接接上本体功夫的理论 模式 但是群子却不诉诸性善论的立场 在群子的观念中 性就 不是善的 理义的制定也不依赖善的意志 而是依据清醒的分析 头脑 是清醒的分析 头脑使其必然可能 理解之后再实践 所以 就功夫修养而言 化性起为 便是群子理论中涉及功夫论的问 提 行善是经过后添加功修士的结果 而不是孟子性善论形态的 阔而充之的功夫形态 或王阳明的制其己身的良知良能的功 夫形态 群子只努力于冷静理解客观现象 从而愿意激健努力行 善 故而当其成善之后 便即说为是后天为事的结果 因此这个 能为善的必然可能是 可能在冷静的理性之后天判断 而不是本质 的性善以为先天的能力而做自然的流出 自然流出较扩充或求放 心既非本性所以才叫化性起为 这样的理论脉络 是符合群子性恶论的预设的 但是我们总要逼 问实践理义的动力性来源的问题 就是要把道德主动的目的性因 速凸显 看看到底在哪个位阶上 群子终于必须寄出道德主动性 以作为理论体系的根据 因为这是孔子之人 孟子之人意内在 一传 中庸 知德性天道观一致的方向 从先情儒家的力 论中 道德意志的主动性都在理论体系之中 难道群子独能免辞 群子以一般人之为善是其为的功臣 而礼义是圣人制定之以强 加给人民的 而当群子将礼义推给圣人之制定后 圣人却不适宜 道德心制定理议 而是以清明的知能而得理议 因为圣人也是性 恶的 因此圣人自己成为圣人的过程 以及有可能性过度到现实 性的过程 群子则提出努力基建的说法 我们本来可以强要群子 承认 这个愿意努力基建的心是一个价值选择的判断 这个选择 行善的意愿即是依据于性善 然而群子没有这样处理 追求理义 的目的性不在圣人的人性中 人性不是决定善行的第一序主动力 量 而是冷静的理性分析的后天判断的结果 显然 从人性中逼不出群子的未善动力之根源 这个问题似乎已 经被大清明星给解消了 如果我们还要追问这个根源 那就只剩 下追问群子理论中的天概念的角色了 鹿 群子论天 群子的天论意极为特出 是位于自然主义之天 意极示意与道德 价值之决断无关的客观世界之自然规律之天 从儒家重视人文化 成的方向而言 这样的理论发展方向 则是更远离了人性中必须 有道德主动性的理论形态 我们先解读群子论天之诸文如下 心对慕名 国人皆恐 曰 是何也 曰 无何也 是天地之变 阴阳之化 物之罕至者也 怪之 可也 而未知 非也 天明之 有时 风雨之不时 怪心之挡箭 是无事而不常有之 上明而正 平 则是虽并是起 无伤也 上岸而正显 则是虽无一智者 无 一也 夫心之对 目之明 是天地之变 阴阳之化 物之罕至者 也 怪之 可也 而未知 非也 十九 本文是说 群子认为 天有特出常规的变化 但没有目的性 古 而人民不需要恐惧于怪异天象的发生 不需赋予赏罚的意义 此 说乃正直接对反于后来董仲书所说的 天人相感 之说 此一循 子所说甚多 再参见其言 治乱天邪 曰 日月星辰瑞丽 是羽结之所痛也 羽以至 结以 乱 治乱非天也 十邪 曰 凡起翻长于春夏 续姬收赃于秋冬 是幼口羽结之所痛也 羽以至 结以乱 治乱非时也 的邪 曰 得得则生 失地则死 是幼羽结之所痛也 羽以至 结以乱 治乱非得也 二十 天行有常 不畏摇存 不畏结亡 应之以至则疾 应之以乱则凶 二十一 徐子认为 人世之治乱现象 是为政者的杰作 不是天之所为 天道对于不同国军的施卫都是一样的 但是国军不同的措施却倒 治人民不同的命运 所以治乱物求于天 而应求诸人 不应怪天 而应怪人 又见其言 于而语 何也 曰 无何也 由不于而语也 日月时而就知 天 汉而语 不是然后绝大事 非以为的求也 以闻之也 故君子已 为闻 而百姓以为神 以为闻则吉 以为神则凶也 二十二 祭天求雨如果有效 那也只是刚好下雨了 旧日时 求雨 不是 等等行为都只是礼仪节目的装饰 并非真有宇宙现象的力量在值 行 在上位者的宗教性 其天活动只是人世礼仪 有教化风俗之意 并非真有意 有人格意志的天高高在上 得以应允所求 因此对 于自然的怪象与乱象 人类并没有要求改变的管道 寻自此说真 可谓 可谓绝地天通了 天道时不以意志 幸存有者身份与人间密切互动 令言 列星随炫 日月地照 似时代遇 阴阳大化 风雨博师 万物各 得其何以身 各得其养以臣 不见其事而见其功 夫世之为神 皆知其所以臣 莫知其无形 夫世之为天 23 真正的天是 不见其事而见其功 是 无形 的 千万不要像 天要求什么 他只是存在 而绝不能成为任何人类行为的对象 天是自己做他自己的事 人不能影响天 人只会影响人 人的一 切行为也都只影响到自己 而没有撼动自然的能力 至于自然他 自己以其不间断的活动力执行着自己的律法 人不见其事而见其 公固为神 为天 由此即可知道天人之分 天人乃应各司其直 见其言 天不为人之恶寒也错东 得不为人之恶了远也错广 君子不为小 人之凶凶也错行 天有常道以 得有常数以 君子有常体以 君 自道其常 而小人即其功 二十四 天地自有其常道常数 且完全与人之好物无关 君子所中者 在 体词常道常数 堪天义物且至天而用 小人却紧紧地计算自己做 了多少好事 能得多少报偿 其实完全错了 显见寻子已明白的 化开了天人关系 天人各有其常 因此 人性善恶的普遍理据的 问题也不用向天寻求保证了 人类就是一切靠自己就对了 其言 强本而节用 则天不能平 养背而动实 则天不能病 修道而不 二 则天不能祸 故水汉不能使之机 寒暑不能使之急 妖怪不 能使之凶 二十五 人的生存命运完全掌握在自己的手中 这是冷静的科学精神 好 无迷信色彩 因此乃至于要求理益知识也是人类理性精神的理解 结果 并非有什么良善的人性作为主体的动力要求而做出的 行 善机会 善机会 善机会与止是冷静的理性的察知之后化为行动 是 须一而尽 的 大清明星 的作用结果 是人类自己的理性的觉醒 并非天 意志的要求 规范 约束而来的 又见其眼 不畏而成 不求而食 夫事之位天直 如事者 虽身 其人不佳 绿焉 虽大 不佳能焉 虽精 不佳茶焉 夫事之位不与天真直 天有其时 的有其才 人有其智 夫事之位能参 舍其所以参 而愿其所参 则获以 二十六 天有天直 的有地才 人有人智 天时的才是无需人类过问的 人类应做的事情是自己的努力工作的部分 是所以参的部分 以 及自己的职责的部分 天时的才是所参的部分 以及天地的职责 的部分 不做自己该做的事而去要求天地该做的事就是不误于人 而物于天 事或已 讨论至此 荀子哲学中实践 礼意的动力因素显然不是诉诸天道 这一切都是人类自己的事 是人类自己的大清明星的理智的决断 再参见其言 故大巧在所不畏 大智在所不律 所至于天者 以其见相之可以 其者已 所至于地者 以其见一之可以习者已 所至于四十者 以其见数之可以试者已 所至于阴阳者 以其见之可以智者已 观人守天而自卫守道也 二十七 人类以大清明星理解智乱 也理解天时及万象而至深 天有其常 再相 再仪 再数 再知 人知此常以用天 这是寻子冷静的 态度 所以真正的智者 就是 明于天人之分 则可谓智人已 二十八的圣人 人类应该明白天人分智的事实 如人迷现在天人 知记者 是不知人之本职者 人之本职即自求其福 天与人之祸 福无关 明于此一分别 而知有所尽者 是未至人 寻子圣且已 这样的意义界定了儒家君子与小人的一同 参见其言 若福至一休 得行后 知律名 身于金而至乎骨 则是其在我者 也 故君子其静在己者 而不目其在天者 是以日静也 小人错 其在己者 而目其在天者 是以日退也 故君子之所以日静于小 人之所以日退 亦也 君子小人之所以相限者 在此而 二十九 君子与小人之别 在于求之于己 或求之于天 求于己者 日游所尽 求于天者 日游所退 此一位君子 亦为小人之关键 于是君子 的角色扮演逻辑 就成了一个最积极的入世主义者 参见其言 大天而思之 属于物处而治之 从天而送之 属于治天命而用之 忘食而呆之 属于应食而使之 因物而多之 属于成能而化之 思物而物之 属于礼物而物失之也 愿于物之所以生 属于有 物之所以成 故错人而思天 则是万物之情 三十 寻自此说 完全由人独立地 称起存在的实在意义 天完全是客观 的存在 人的生活目标 完全来自于自己 人的生存意义 也不是由 天的安排与保护下 才有的 这是一个绝对的人 本主义宣言 有以上多文之术 寻子之论天 只能说是 纯粹自然之天了 甚至寻 子也拒绝为 天之常道的特性 多做整理 寻子论天 类似道家之所为 这 天就是那个冷冷的 世界存在 没有目的性 只是独立的自行 其是 没有赏罚意志 所作所为 只是常道常数而已 人与天的观 系 就是各司其职 不需多事 天只是客观的 它在存在 人可以 至天而用之 天自身 没有任何特殊 的人格意志 与好物目标 人才 是一切意义 与目的的主角 人性的问题 就由人之为人 的现实状况 来理解 现实状况 是没有 理义 则乱 故人性 是恶的 因着理性的 理解 有理义才能有众人 正常的生活 因此追求理义 并非因性善 之故 却正为性恶之结果 只因人 人 有清明心 故能追求 行善 寻子 此说 与孟子 之说 却然 有别 差异在于 孟子 从本 有之 四端 心 肯定人性 是善 而性善 理论的成立 根据 则是一方面 直接从人 情限 向众 肯认的 另方面 推出天道 论以为 与性善 说配合的 上下两层体 系 虽亦 未必 谁能 保证 谁 不过 至少 两者 能会 通 然而 寻子 的 天 道论 却与 人性 论 无关 天道 自然 无 清 只是 有 常 却不能 说明 人 性 为 恶 也不能 证明 人性 论 的 性 恶 说的 普遍 命题 当然 也 不 作为 人类 要求 社会 平质 的 动机 的 根据 七 结论 循子的 天论 不能保证 其性恶 说的人性论 同样的 也不提出 目的论 也没有 意志性 这与 孟子的 天道论 与 性善论 合一 即 中庸 的 臣者 天之道 与 一传 的 天地之大 得 约身 知诸 多仙 情如家的 行上 命题之 结论者 皆不 累也 圣人 之出现 只为 追求 理想 的 社会 秩序 社会 秩序 的 维护 只为 百姓 的 福祉 百姓 的 福祉 游人 累 自己 要求 自己 追求 自己 满足 不需要 更高级 的 存有 者 以为 保证 或提供一个和道德目的性的整体存在借以为场域 寻子的 人文宣言可谓极端的人本主义了 如果其他儒学体系也是人本主义 那么寻子与其差别就在意为道德心内在主宰的人本主义 寻子之天既然不与人发生任何的感性关系则天只能是以人的冷 静得理智的理智来观照他的常道 于是天的意义便只能出现自然的常道 特征而已 人不把任何的主观心情放在天道的内涵之中 则正好 破除人类的一切迷信 但是也就因此天与礼义的关系也断绝了 前文中所述或由寻子之天论可以找到人的道德价值判断来源 的思考 至此中断 寻子在价值的问题上仍然走在他自己一致的 理论脉络中 人类不是因为本有什么道德理性而为礼益 只是因 为现实的考量 因而由拥有最清明头脑的圣人来制定礼益 以为众人所遵守 以使天下成为一个有秩序的社会 而人人能求其 福祉于此社会之中 人的福祉是礼益的目标 是礼益的要求来源 所以从价值论上 寻子可以说是客观的功利主义者 一个价值 问题的人本主义与社会问题的功利主义的结合 构成了寻子以 礼益 为儒家内圣外王事业中的第一优位序列的理论形态 本文所论乃 仅就寻子行上学与人性论交涉的部分作探讨 寻学中 要的面向并不止此而已 仅就道德主体性的来源问题 寻子的理 路不同于其他学者 寻子四位破除迷信而解消儒家传统的天的德 性义 又为推出礼义 而排斥梦学一系的性善论 然而 寻子之 说人自成一格 其为如学之一特殊形态之学 人极可观 参考书目 中国哲学史新编 冯友兰 台北蓝灯文化事业 1991年1 2月出版 新编中国哲学史 劳思光 台北三明书局 1991年1月增 定六版 如道天论发为 傅佩荣 台湾学生书局 1985年10月初 版 儒家哲学 吴汝君 台湾商务印书馆 1995年12月出版 孔孟寻理法思想的演变与发展 杨秀宫 台北文史哲出版社 2000年8月出版 初稿收建 2007年08月20日审查通过 2007年08月31日 责任编辑 thinking Stunde 英文标题 2.同注医 3.寻子证明篇 4.寻子性恶篇 5.寻子性恶篇 6.寻子性恶篇 7.寻子性恶篇 8.寻子性恶篇 9.寻子性恶篇 10.寻子性恶篇 11.寻子性恶篇 12.寻子性恶篇 13.寻子理论 14.寻子性恶篇 15.寻子解闭 16.寻子解闭 17.寻子如笑 18.寻子性恶篇 19.寻子天论 20.寻子天论 21.寻子天论 22.寻子天论 23.寻子天论 24.寻子天论 25.寻子天论 25.寻子天论 26.寻子天论 27.寻子天论 28.寻子天论 29.寻子天论 30,寻字天论 2326-41B5-F6805-10F5705-Bed7-Bed110-F9160-Up3205 514-262-OK9-Text-HTML 29 Friday,26 November-2015.50分24秒 GMT-272032-D5-C812年4月95-114-C6-FV8003-HT5-51426-台大哲学系,中国哲学会 保住锐气,度保锐资料,教学课程,学术论文,专书者 做,学术资源 懂中书与宙论进入的如学建构 首页,向上,孔子的境界哲学,孟子的功夫哲学,寻字 德性论与天论,中庸哲学体系探究,朱伯坤易学哲学史方法 论检讨,一传中的基本哲学问题,周易经传的哲学知识学探 究,懂中书宇宙论论的如学建构,懂中书政治哲学与宇宙 论进入的如学建构,周连西境界哲学进入的哲学体系探究 章横取思想中的如道佛存有论之差异,章载哲学体系的基本哲 学问题诠释进入,少庸如学建构的一理探究,成号境界哲学 进入的如学建构,成一行上学功夫论与意学进入的如学建构 朱熙哲学的研究进入,朱熙功夫理论,朱熙谈本体功夫的像 沐语意涵,朱熙本体功夫进入的未学方法与修养活动,朱熙 形上思想,朱熙形上思想的创造意义与当代争议的解消 The Metaphysics of Church之言一意,中朱熙与胡虹 一理争辩之解析,胡虹心性哲学,胡虹如学相关论子,对 胡虹风哲学的当代诠释之反省,论胡虹从成人心性到物说的如 学建构,朱熙里一封书说之讨论,从朱熙鬼神观谈三教辩证 问题的如学理论建构,朱熙哲学思想书平经春风哲,朱子哲 学思想的发展与完成书平流述仙者,变态及图说书,中朱熙 与路向山一理争辩之解析,夜水星事工进入的如学建构批判 心统性情与心急理的哲学问题分析,路向山功福论进入的如学 建构,路向山的教育思想,朱禄而胡知会的伦理亦涵,成 白沙境界功夫进入的如学建构,王阳明功夫哲学进入的哲学体 细探究,论王阳明的知行关系,王阳明的三教辩证与教学风 格,成来有无知敬书平,罗清顺存有论进入的理气心性辩析 王夫之意学书平,代正重建如学概念的理论意义 档案下载 董仲书宇宙论进入的如学建构 摘要 本文探讨董仲书哲学建构的方法论意义,企图借由基本哲学 问题研究法的分析,厘清其哲学建构在如学史上的定位 董仲书 由宇宙论进入建构如学体系,是哲学知识史上的自然发展 宇宙 论属于自然知识的领域,宇宙论对人生的指导功能乃基于人性主 体的价值取向本身,是人性主体的价值意识在决定对于宇宙论之 诗的解读意义,中国哲学的形上学建构始终是基于人性主体的字 做选择之中,以及如世道的形上体系中就仍是一境界形上学,以 即基于主体对价值的判断而建立的形上学理论大厦而来解释此一 价值方向的合理性,宇宙论进入是这一个合理性理论大厦的建构 环节,有自然知识的客观存在就必然有宇宙论的哲学建构 动众 书论于天地人阴阳五行学说的宇宙论进入的世界观图是中介游神 学化天意志的表达而合会于德性本体论的儒学基本立场,是儒学 面向宇宙论理论发展的一个环节 董仲书对于人性气化结构的称 术式宇宙论进入的人性论,但因人有人善本体的优位真定 故而 义人保留了人性成德的普遍性可能 董仲书建构的天人相感知学 是基于宇宙论知识的现实性基础 他说出了成德之教基于客观之 时尚的绝对性要求,是一个神性化了的天意的要求 其实正是一 各宇宙论知识的情势理解下的理性要求 天人相感作为一个自然 知识上的理论仍有待开发 基于中国哲学传统阴阳五行气化世界 观得诸多实力 此一认识世界模式亦有其合理性 佛教因果轮回 说对人生指导行为的必然性要求 有其伦理行为上的强势效力 如 学宇宙论指出天人相感知学 一半演了成德之教的必然性要求的理 论角色 这一切都是形上命题中式 宇宙论与功夫哲学是不同层 四的理论关怀 只要是人性主体自由的形上架构人或保留 则功 复活动的意义及人存在 总之天人相感知识的客观性与功夫活 动的主观性人为一个可以合构的形上学系统 但终究而言 这样 的形上系统人是以境界形态的形上学 以及是主体在价值一项的 主观认定之下对于本体 宇宙的理论架设之形上学建构 天人相 感知学作为一个客观的知识理论上 应得汇入非如学价值本位的形 上学系统 而董仲书则降之汇入如学价值本位的形上学系统 问 提变不在天人相感知学的知识客观性问题 这是一个可以改进的 知识系统 形上学体系建构的问题 仍在各个哲学体系自身的基本 形态中所预设的价值命题之内 由价值决断而架构的形上学终究 还是一个境界形态的形上学 所以董仲书从宇宙论进路所做的一 切努力还是应该归入如家哲学知识史上的一个环节 一个宇宙论 进路的哲学努力的尝试 我们对它的评价 即在宇宙论知识的简 够与自然知识发展的配合性 而非形上学体系的合理性 这个和 理性放在基本哲学问题研究法的角色 厘清中仍然是合理的 关键词 董仲书宇宙论天人感应 命定论灾意教化论 人性论 一 前言 哲学史上的董仲书在如学理论建构上 多受到当代中国哲学工作者 的诟病 但是历史上的董仲书对如学形象的塑造与社会政治的影 想却是无法磨灭的 一 本文即将针对哲学理论上的董仲书的 思想进行方法论的检视 主要的工作方向在于找出董仲书形上思 想的合理性成分 企图借由基本哲学问题意识的 厘清 还原董仲 书主张的合理性以及指出理论的不足之处 究极而言 本文企图 将董仲书定位为如学理论建构发展史上的一个阶段 以及一个与 咒论进入的成德之交的阶段 已有别于孟子的功夫论进入与中庸 的本体论进入 如学史上的异传之作也是一个宇宙论进入的如学 建构 但异传以神道社教 诉诸神秘资讯的提供已作为如者管天 得治天下的法宝 而董仲书的理论构作 则是诉诸宇宙规律的天 人相感知到 以作为成德之交的必然性要求 异传与董仲书的哲 学都是如学发展史上的宇宙论建构体系 它是否合理 它能不能 成功 它有没有漏洞 这些都是本文将探讨的问题 2. 董仲书行上思想的基本原理 董仲书理论体系庞大 其中关于社会政治体制及政治哲学思 想所在多有 这就是董仲书将如学理论的领域落实至社会政治哲 学及政治体制思想上的结果 如学在这个方向上的发展是一个如 学理论命题本身的直接推演结果 因为如学本来就是现实的哲学 所以整个汉代经学也可以说都是如学理论体系的一个环节 不 过本文所将处理的哲学问题并非政治体制之学 而是政治活动的 哲学基础 也就是形上学的理论部分 在这个部分 董仲书的哲 学体系基本上是一个宇宙论进入的形上学体系 所谓宇宙论进入 的形上学体系及世界由宇宙论知识兼价的建构 而旁击整个形上司 为的建构 以及董仲书乃是主要关心宇宙论的理论建构的方向 由宇宙论思维作为基础而探讨并处理一个哲学体系中的其他理论 问题 董仲书的这个宇宙论进入的形上学建构极是一个天人感应的神 学体系 二 或 自然神论的宇宙观 三 诉诸对于天 概念的自然神角色的约定 而布置起来的一个包含了天地阴阳物 行与人的角色互动的宇宙论解说架构 在这个架构中 天是百神 知大君是人存在之先祖天以阴阳五行不身天地万物天地万 物彼此在一个阴阳作用中而有着同类相动人赴天数的宇宙现象 因此现实世界的社会政治活动充满了与天互动的宇宙论意义 宝 阔以天为天子之父故应祭天 以天不身万物故而人父天数 以武 行顺逆说武德中始即父子孝亲之道 以阳德阴行贵阳见阴数说君 子修阳之道 以阴阳作用数说天人感应同类互动 以天人感应数 说祥瑞在意浅告诸事 以阴阳两在人生故人有人贪之性说人性 以天子在宇宙论中的特殊地位说人性论中的呆教而善论 所有的 理论都不脱宇宙论思维的色彩 即以阴阳五行的概念架构天地人 性君王的角色以及一切社会政治活动的实然应然知道 本文之问 提议是极为在如学发展史上董仲书的哲学体系作为一套形上学 理论系统 它如何成立 它在方法论的检视下有没有什么问题 3. 董仲书宇宙论世界结构图示的方法论意义 董仲书以宇宙论进入来建构哲学体系 它一定建立了一套语 宙论进入的世界观哲学 这是宇宙论思维模式的形态 我们首先 就讨论这个世界结构的问题 董仲书的世界结构以时端说之 4. 时端者是种自然宇宙内的作用的角色 我们说它是角色而不 是范畴 是因为这十端地存在地位并不在同一个层级 并不是比 此可以明确区隔的十个类组 天是最高的 人是最特殊的 天地 是一组 阴阳又是一组 金木水火土又是一组 天人之计又是一 各架构 有时由天人之计说整个世界的活动 有时由天地概念说 整个世界的存在 有时由阴阳范畴说整个气化世界的本质 有时 有五行范畴说天地内所有自然现象的活动 由这十端组成的世界 图示将借由自然绿泽的本体论解释而提出对于人伦活动的指导性 规范 十端地自然绿泽是放在一个四十运行的自然现象的层面上 做的整体性观察 是一个春夏秋冬的气候变化历程的自然哲学解 是透过阴阳及五行范畴的规律性作用而解释 并且在阴阳作用 中提出阳尊因悲 阳德因行 阳主因从的本体论命题 以及在五 行作用中提出喜怒哀悦的本体论命题 而产生对于人身行为的指导 性规范 这也是一个由宇宙论进入建立起来的本体论命题而转出 道德规范的方法论进入 五 哲学是追求真理的活动 哲学体系的建构即是提出一套思维 模式以作为真理的认识架构 宇宙论的思维模式 亦即是一套追求 真理的思维模式 作为一套思维模式 当然可以追究它在方法论上 的成立的可能性 宇宙论的思维模式 即是直接借由世界与天地万 物结构的知识性解明而推理出来人身的行为准则的方式 这其实 是一个极为正常而又合理的方式 问题是在关于世界与天地万物 的知识性架构的准确度本身 以及在做人身行为准则的推理活动时 的范畴相应性问题 如果一套宇宙论知识 知识性架架本身错误百出不易 认识 那么它当然不是一套好的思维模式 更不应以之为人身行 唯的准则 否则一套宇宙论的知识 肩架当然会对于人身行为产生 指导性作用 我们便认为 儒学发展时的理论建构历程 在有见 于汉代宇宙论知识的发达的前提下 走上从宇宙论知识肩架寻找 儒学基本价值的正立安置之道 是一个极为合理的思维模式发展 历程 中医 气象 立法的自然科学知识 在中国历史上的长期有 孝性极证实了宇宙论思维 在人身行为的指导性功能 是一个现实经 厌上的事实 所以如学走上 以宇宙论体系论里 成得知教应是一丝 想发展上的正常现象 更近而言之 宇宙论哲学向来是中国哲学 体系里的主要角色 如果我们愿意将到教及佛教的世界观平时的 会入中国哲学理论架构内探究的话 那么佛教道教的宇宙论进入 的世界观当然是两教教义的理论根据 特别是佛教道教的功夫哲 学的宇宙论进入的思维模式 更是不能将宇宙论的体系架构于以 抹杀 所以关于董仲书宇宙论进入的世界图示 以及由之而转出的社 会政治哲学以及本体论 人性论的观点命题 我们要探究的不是宇宙论可不可以入儒学的问题 而是宇宙论应该以什么样合理的方 是架构儒学的问题 因为宇宙论是中国哲学的基本哲学问题 中 国哲学始终是时尚以宇宙论架构 哲学体系者所在多有 懂众书的 架构方式有合理的也有不合理的 但是绝非是宇宙论的即是不合 理的 问题是在宇宙论的知识 兼价能否支持道德本位的本体论语 人性论与功夫论呢 养主应从事一个知识兼价 由之而可以导出 养德应行养善应恶吗 要处理这个问题就要回到方法论的讨论 孔孟在人心性中标出人意理之 中庸一传标出德性本体 从实践 哲学的意理性格言 发动了人意理之之实践 进入才正成了德性本 体 德性本体是在功夫主体的自觉之中 透过实践而正成的 所正 这人是一主体之境界 德性本体固然在本体论的高度上说明了功夫的奇象 但终究人是由主体境界而呈现的本体论命题 董仲书 在成德之交的目标上观天地宇宙现象 亦直接体之德性本体的做 用格式 故而在理论上将人善本体置入天地宇宙的经验现实之做 用意义中 似实运行的经验现象成为德性本体的经验实力 无论 宇宙论知识的肩价如何 德性本体始终在如者的价值意识中占据 主导性的优势地位 因此转介自汉代自然知识的宇宙论架构成为 德性本体的宇宙论解释架构 成德之交的根本仍在德性本体的确 立方式上 也就是说 董仲书在本体论的价值意识上已经站在如 加德性本位的立场 只是将汉代自然知识的宇宙论哲学系统再度 汇入儒学体系中 而与德性本体共构一型上学系统成为仪器化 宇宙论与德性本体论合构之型上学 儒学始终必须拥有宇宙论 而随着中国自然知识的发展 和 如论里阴阳五行 以收射现象世界的存在活动于成德之教内 宋 如论里世界虚实 以对抗宋如自认为的佛道的虚无世界观 这都是宇宙论进入的哲学建构 至于和宋诸如之宇宙论哲学建构是否成立 问题 问题却不在于宇宙论 归根结底还是德性主体的实践功夫与 圣人境界的真实与否的问题了 也就是说这是一个价值的选择语 境界的展现的问题 这是一个形态 一个如学别于道佛的形态 一个形态以及一个思维模式 以及一个价值选择的形态 和宋诸如的宇宙论建构是一套 预设着德性本体与道德心性优位的如学思 为形态 董仲书也是站在如学价值立场上 构作宇宙论哲学的理论 建构 宇宙论的知识兼价能否正立 德性本体的问题只能是宿诸主 观的价值选择 主观的价值选择的成立问题 则是诉诸如者实践的 正立成就 阳德因形阳善因恶的本体论命题 主张缘就是一个读段 宇宙论命题必须合一于德性本体 所以阴阳五行之气化作用成 为了阳德因形阳善因恶之价值展现的实际 这是如学基本立场 因此并不是宇宙论知识系统转出的 本体论命题成就了成德的功夫 与完成了道德心性的实证 而是主体的自作选择的道德心性成就 了宇宙论知识系统的价值意义 成就了阳德因形阳善因恶的本体 论命题 我们无需苛责懂仲书的宇宙论知识系统 对成德的功夫没 有保证 因为道德主体性的完成 永远是主体的自证内识 只是当 知识的发展出现了阴阳五行的 计划世界观架构以解说天地四十遍 化之道之实 德性主体的道德意识心性必然建出其中的阳德因形 阳善因恶的德性本体论观点而已 作为一个如者 作为汉代自然 知识研究掌握者的懂仲书 当然必须将宇宙论的知识兼价合汇于 如学德性本体的基本哲学立场之中 懂仲书并不创造关于德性本 体的如学理论 懂仲书继承德性本体的如学立场 懂仲书创造于 宙论知识兼价 并要求宇宙论知识兼价以他的方式合汇于德性本 体 4.天人相感作用对于宇宙论建构的方法论意义 1.天人相感的作用格式 懂仲书的宇宙论进入的世界图示之中 包含了一个对于人生行为的主要指导思想的宇宙论命题 以及是他的天人相感学说 6.天人相感的思维是中国传统的世界观思维的一个核心模式 懂仲书将知体系化的建构了起来 并且成为懂仲书政治哲学的理论 根据中最重要的一个环节 7.但是天人相感知学始终是一个 宇宇宙论形态的哲学命题 因此也存在着一般宇宙论哲学命题的方 法论问题 懂仲书的天人感应论是诉诸天人同类互动的必然性来 产生得知政治的要求 这是一种将得知政治的儒学基本要求诉诸 与宇宙论的必然性的方法论进入 天人感应论的基础在同类互动 同类互动的意理在企划世界观 企划世界观是中国传统哲学的 共通模式 懂仲书以阴阳之气的作用感通说之 这还是在中国传 统哲学的架构之内 二 天人相感是中国哲学史上关于命运必然性的体系之一 天人相感产生了对于人类命运的必然性规范 天人相感成为了一 套命运必然性的理论 运必然性的知识体系 董仲书整理出来的 建立命运必然性的知识体系 所以从而对于政治人身产生建议的力量 但是如果一切是命定论的话 那也就不需要有建议了 所以这个 命运必然性的理论基础中仍然必须保留主体自由性 君王是一个 重要的主体 他的作为影响了国家的命运 而所有的人民也各自 是自己命运的主体 这个主体的自由的空间在这个天人相感的命 运必然性中必须保留 天人相感的作用模式是透过同类相动的气 化宇宙论的变化规律在进行的 因此主体的作为本身的阴阳律动 影响了天地整体的阴阳律动 天地整体的阴阳律动已经有阳得阴 行阳主因从给规范了 人性主体的作用也应该顺从这一个规范 否则将遭同类相动的恶果 其实同类相动的作用是横存的 所以 美式的美祥恶是遭灾疫 祥瑞灾疫的结果来自于主体作为的必然 中 主体作为有自由在 但是 结果源于作为 的必然性及视觉 对的 这是宇宙论的阴阳作用同类相动规律的结果 所以天人相 感激说明了命运必然性 却也保留了主体自由性 4. 天人相感学说的真理性问题 那么天人相感自身作为一套知识体系的真理性又是如何呢? 天人相感是一套思维模式 是一套认识世界事物变化的思维模式 它当然需要事物变化的经验现象的合理性说明 它的基础在于 企划世界观 企划世界观的知识上的运用在中医学气象学生致命 相学上的应用是一个中国传统自然科学上的事实 因此它在经验 上的有效性是存在的 只是这个有效性的程度可以有争议的空间 也当然有可以改进的空间 董仲书的天人相感的实用领域主要 用在社会政治事物上 董仲书当然也会降之用在自然现象的事物上 例如它也定定止语求语的方法 因为这一套理论本来就是自然与人是共通的一个模式 问题就在 第一 这一个思维模式本 深的精确度在社会政治事物上的落实程度 第二 当时代人的证 智活动对于这一套知识的使用的心态 由于当时代人多位政治目 德尔甲托祥瑞灾意故而造成社会历史的荒谬 怪异现象 致使天人 香港知学遭受诟病 但是这并不表示天人香港知学作为一套认识 世界的思维模式整个是一个错误的模式 如果不把它用作政治斗 真的工具 而还原其作为一套认识世界事物变化的思模式存而尽 行研究改进 则天人香港知学在任何一个时代都还是可以有它做 为一套思维模式的特定有效性 虽然它需要被改进以及开发的空 兼还是极大的 因为天人香港知学即是气化宇宙论中阴阳同类互 动 五行相刻画身原则的表真化 如果阴阳五行是一套有效的认 十系统 那么阴阳五行理论上蕴含的天人相感同类互动的这一套 思维便有其方法论上的成立的可能 五 董仲书宇宙论进入与本体论进入的功夫哲学 功夫哲学所探讨的是当一个行上学体系建构成形之后 它所必然 要交代的主体的活动问题 以及主体如何由行上知识的建议而进 行的实践活动的问题 由于行上知识的建构有着本体论与宇宙论 进入的两意 故而功夫哲学的格式 亦有本体论与宇宙论的两种进 路 论与董仲书的功夫哲学者亦有此二意 接下来我们即将游功 夫哲学的问题亦是 对于董仲书的宇宙论进入的如学建构在进行 一次理论的贯串 一 董仲书宇宙论进入的功夫哲学 所谓宇宙论进入的功夫哲学 指的是在对于主体修养活动的理论 说明是基于宇宙论知识对人存在活动的指导性说明 是借由人体 宇宇宙论的知识而进行人存在的修养 有宇宙论的知识架构就必然 有宇宙论进入的功夫哲学 在这点上董仲书与汉代道家的气论进 路的功夫哲学基本上没有差异 都是主进一路的功夫观点 八 只是这样的进路却与成德之教合而为一 并不以身体的健康长 受位唯一目的 而是人的修养与健康长寿病和的功夫格式 这字 然又是一个儒学功夫论的心意 二 董仲书本体论进入的功夫哲学 所谓 本体论进入的功夫哲学 指的是功夫修养活动的理 论根据是基于本体论的哲学命题者 董仲书的儒学理论是以宇宙 论的体系建构建长 但是儒家成德之教的功夫活动主要是心性论 的进入 一集是由本体论命题所规范的心性主体的终极意向 由 之而进行心性活动的自我真定之道 因此必须对本体意涵有所意 定 如学本体论由孟子定出人意理之之心性意涵 由中庸定出尘 这天之道的本体意涵 其实都是一套基于现世人伦的道德意识的 本体意涵 录像已定 亦不可更改 董仲书的本体论建构就其本 体意涵而言亦无差异 只是这个本体意涵乃有着明确的宇宙论之 时间价的合构 酒 即一方面将本体论的价值意涵 够合于宇宙 论的知识兼价中 成为功夫修养活动中的入路奇象 而产生仁德 修养与健康长寿合并未依的功夫形态 另一方面则又将宇宙论中 的天人相感命体转嫁于功夫活动的主体认识里 使得主体的功夫 活动的知识自觉中充满了灾意浅告的警示 这种本体论进入的功 夫哲学因为背后有着宇宙论知识的必然性要求 故而显现出理论的 特色 这也是儒家哲学史的理论发展上的心意 六 宇宙论进入的成德之交与主体性自由的问题 从宇宙论进入以说人存在的结构 则虽有阴阳贪人的存在本 直但也有阳尊因悲阳主因从的本体要求 时 故而有成德之 教的功夫要求 但其特色即在天人同类相感的宇宙论命题下 成 德之教变成了背后有着祥瑞灾意的认知的恐惧 而产生要求的绝对 即在阳人阳主的本体规范下 掺杂了天人相感的灾意祥瑞之认知 这里于是产生了一个洋人阴滩的人性论与天人相感的宇宙论对 成德功夫的主体性自由的冲突与解消的问题 董仲书这一个本体论进入的功夫哲学的架构是 首先天蚁人 善未优惠 故而人仍是本体论之中极真实 其天意涵之神性面相 亦是指向这个人意志的要求 其次 人存在的结构是人贪两在 但世人以阳作用居优惠 这是人孝天的格式 故而人存在的功夫 活动即是以人本体为追求的奇象 宇宙论中的阴阳贪人的结构病 不阻碍这个人本体的追求奇象 只是在本体论之外做出了宇宙论 的说明 本体论与宇宇宙论是不同层次的哲学问题 本体论处理中 即意义与价值目标转出为功夫主体的活动奇象 宇宙论处理存在 结构的气性本质 气性本质中有阴阳两在有人贪两性 天道重阳 清阴阳主因从人道亦然 故而宇宙论的存在结构的知识性说明 语如学传统的德性本体命题无碍 人存有着人以人的功夫为生命 主体的活动方向 也就是说 虽然人出生时的阴阳结构是一个命 定 但是人生历程的行为却仍保留了自由 这个出生的命定的善 二结构 其实正是人性现象上的实然形状 也就在这个实然的情 状上董众书借由仰主因从的宇宙论律则而建立了人的本体的优位 性地位 因此以人为本的主体性仍然获得保留 董众书的哲学系统中基于宇宙论知识的事实而提出天人感应 得灾疫浅告说 促使人存有着的人的活动产生不如此及遭灾疫的 厄运的强制性 这样的强制性是否撤销了功夫活动中的主体自主 性呢 成德之交的主体性自由的问题是成德活动的意义保证的所在 如果人类主体没有自由 一切都是宇宙规律的规范 那么成德 活动将毫无意义 在这一点上 董众书一人为将人存在的自由性 给予抹杀 虽然人有存在的气质上的天命赋予 但是人人有知识 认识的能力 于是人有自作选择的空间 人性是一个人贪和惠的 存在 呆教而善 只要顺着君王的教化即可去恶未善 也就是说 人有改变的可能 当天人相感知学以同类互动的方式 是成为对于社会人生行为的 一种祥瑞灾意的警示之时 这便是儒家行上学发展史上的一个新 亦了 这个新意在于成德之教的理论建构从功夫论本体论走上于 咒论 并且是一个基于宇宙论的成德之教的必然性要求的客观之 时间架上的要求 成德之教成为了客观之事下的要求 是人性主 体对于宇宙规律的客观认知之后 所拥有的人生情势的理解下的判 断 判断必须追求成德才会有好的生活结果 但是这样的宇宙论 进入的成德之事之提出并不表示主体性的功夫活动丧失地位 这 是不同层次的问题 经验现实上人性活动仍然是自由的 董仲书 德哲学体系内对于主体性的自由固然并无多有论理 但它也并未 取消主体活动的自由性的理论 它只是建立人存在的气性结构中 德善恶相混的学说 但是主体的自由的一面并未否定 主体的字 由极是指的主体活动之时的意志之方向并未在董仲书的宇宙论结 构中被约束规范 既然没有被约束规范则人性活动即的在既有的气性结构的基础上自由的进行成德或败德的生活 只是这个成德的活动在董仲书高度政治观怀下转向了教化论 而要求要由君王的教化使得成功 教化论的基础在于天子在宇宙论中的特殊地位也在于人存在的人性论 以下先论 以下先论董仲书的人性 论 7. 董仲书中人之性的人性教化论 董仲书论于人性者以中人之性论之 11. 此籍亦非普遍 性的人性论命题 董仲书论于人性的目标并非着重于人性的成德 的普遍性可能问题 董仲书不考虑是否所有的人类都可能成德的 本体论与人性论的问题 他思考的是在社会政治体制下的人民的 教化的可能的问题 就这个问题而言把人认知未在经验上的善恶 混且呆教而善者是合理的 也是经验上符合于现实的 但是这样的 人性论的讨论就显然不是一个 有本体论下贯置人存有者的人性论 的普遍性命题的建构方式 就人性是被普遍性的保证未可能成善 的问题 董仲书并不处理这样的问题 至于这个问题在董仲书语 咒论的洋主因从洋人阴滩的结构下 我们仍然可以说人性成得位 善的普遍可能性的问题在这个系统下 仍然是保留住的 也就是说 董仲书的 信呆教而善 的人性论其实不是人性论而是教化论 真正如学上论于人性的普遍性问题的 人性论问题的基本立场而言 董仲书仍然是保留着的 只是这个保留的方式是在于宇宙论之 时间价中的保留 中庸以天命之性直观 人性存有的保留方式 一个本体论的直观的方式 孟子静心之性的方式是一个功夫论识 正的方式 董仲书保留了中庸的天命直观的方式 但是加上了宇宙 论知识兼价对于人性存在的结构的说明 至于在教化论立场的 中人之性的问题是另一层次的问题 是一个社会科学中的统计 思维的经验观察层次 教化论处理的是透过社会政治体制的教育工作 而处理人性的 善恶问题 即是一个国家社会的教育工作的问题 一个国家社会 中的人民的人性水平要由国家的领导者来予以教导规范 这就是 董仲书政治哲学中的君王角色的工作 这也正是董仲书对于君王 角色扮演的一种德智主义的主张 这也可以说是董仲书对于继承 的君王体制在无法摆脱反抗又没有新的政治体制理论的情形下锁 做得行上学努力 做得行上学努力 藉由人性论的行上学化的建构将君王的角色办 演约束在教化人民的方向上 与其说是约束了人民的人性不如说 是约束了君王的人性 人民的人性是一个普遍命题中式 本不可 以忠明知性论之 论于忠明知性者即非一普遍人性论之事者 所 以由本体论下贯人性论的人性论普遍命题的问题 董仲书是没有名 显得提出的 董仲书所提出的是在宇宙论中的君王角色扮演异议 下的教化论哲学 这个教化论哲学借由君王效法忽天的角色承担 而承担了人民的人性教化的责任 十二 至于人民可能被教化 的普遍性人性论问题则是另外一个问题 就此而言这个可能性的 普遍性人性论问题在董仲书的理论里并未予以否弃 如果否弃 则教化亦不可能 8. 结论 董仲书由宇宙论进入建构如学体系 是哲学知识史上的自然 发展 宇宙论属于自然知识的领域 宇宙论对人生的指导功能乃 基于人性主体的价值取向本身 是人性主体的价值意识在决定对 与宇宙论知识的解读意义 中国哲学的形上学建构始终是基于人 性主体的自作选择之中 以及如世道的形上体系中就仍是一境界 形上学 以及基于主体对价值的判断而建立的形上学理论大厦而 来解释此一价值方向的合理性 宇宙论进入是这一个合理性理论 大厦的建构环节 有自然知识的客观存在就必然有宇宙论的哲学 建构 董仲书论于天地人阴阳五行学说的宇宙论进入的世界观图 是中介由神学化天意志的表达而合会于德性本体论的儒学基本力 厂 是儒学面向宇宙论理论发展的一个环节 董仲书对于人性气 化结构的称述是宇宙论进入的人性论 但因人有人善本体的优位 针定 故而一人保留了人性成德的普遍性可能 董仲书建构的天 人相感知学是基于宇宙论知识的现实性基础 他说出了成德之教 基于客观知识上的绝对性要求 是一个神性化了的天意的要求 其实正是一个宇宙论知识的情世理解下的 理性要求 天人相敢做 为一个自然知识上的理论人有待开发 基于中国哲学传统阴阳舞 行气化世界观的诸多实力 此一认识世界模式 亦有其合理性 佛 教因果轮回说 对人生指导行为的必然性要求 有其伦理行为上的强 是效力 如学宇宙论指出天人相感知学 一般演了成德之教的必然 性要求的理论角色 这一切都是形上命题中式 宇宙论与功夫者 学是不同层次的理论关怀 只要是人性主体自由的形上架构人或 保留 则功夫活动的意义及人存在 总之 天人相感知识的客观 性与功夫活动的主观性 人为一个可以合构的形上学系统 但终究 而言 这样的形上系统 人是一境界形态的形上学 以及是主体在 价值意向的主观认定之下 对于本体 宇宙的理论架设之形上学 见 狗 天人相感知学 作为一个客观的知识理论上 应得会入非如学家 指本位的形上学系统 而董仲书则降之汇入如学价值本位的形上 学系统 问题便不在天人相感知学的知识客观性问题 这是一个 可以改进的知识系统 形上学体系建构的问题 人在各个哲学体系 自身的基本形态中所预设的价值命题之内 由价值决断而架构的 形上学中就还是一个境界形态的形上学 所以董仲书从宇宙论境 路所做的一切努力还是应该归入如家哲学知识史上的一个环节 一个宇宙论进入的哲学努力的尝试 我们对它的评价 即在宇宙 论知识的建构与自然知识发展的配合性 而非形上学体系的合理 性 这个合理性放在基本哲学问题研究法的角色 厘清中仍然是何? 理的 仪 参见 早在汉高祖时已任用儒生书孙通来制定朝仪 此后 路甲和甲义等先后提出了儒家治理国家的理论及主张 然而汉代 初年在道家 无谓 政治思想笼罩下 儒家思想受到压抑 直到 五帝 董仲书在贤良对策中提出 霸触百家 独尊儒术的建议 被采纳后 儒家学说才登上中国正统学术的宝座 春秋凡 露金柱金义小鱼字续大鱼 赖言源这台湾商务印书馆 1987年二 版 广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